从未见过这么豪横的人 鸽子弹大小的钻石肆意抛洒 贵妇们为了争抢钻石一态尽尸 富豪看着匍匐在脚下的众人甚是得意 可阳台上的一位女子面对满地钻石尽不为所动 她就是类子 就在昨天她还是一个游戏厅的服务员 拿着微薄的薪水干着最累的活 还要忍受闲猪手的骚扰 可是这天她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对方声称是亿万富豪想要征婚 唯一的要求就是对象要有护士经验 且能够适应奢侈的富豪生活 这要求类子刚好满足 抱着适时的态度随意回复了一下 没想到隔天竟然收到了回信 类子翻身心切 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 于是便悉心打扮一番 踩着别角的高跟鞋来到了约定的别墅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眼前这豪华的景象还是让她大为震撼 这种级别的富豪竟然还要短信征婚 类子觉得对方肯定是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可来的人却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帅哥 你是否可以付出一切 类子回想自己落魄贫穷的生活 就算跟一个毫无感情的人结婚也无所谓 更何况结婚对象还是一个高富帅 当即表示没问题 帅哥很满意类子的回答 但表示他不是结婚对象 真正的结婚对象是一个糟老头 类子听后显得有些失望 接着帅哥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 原来他叫泽海 是征婚富豪的私人秘书 他要跟类子签署一份协议 首先推波助澜让富豪取类子为妻 但富豪死后 类子要将富豪的一半财产交给泽海 但类子最后得到的也有几百亿 类子听到前述有些心动 反问男人怎么能保证富豪一定会娶我 泽海却是自信地表示 陪伴富豪多年 他早已摸清富豪的秉信 只要类子听从自己的安排 那一定能让富豪欲罢不能 类子听后恍然大悟 随后接受了男人的条件 第二天泽海就对类子展开了陪讯 类子的聪慧也让泽海非常满意 很快就到了跟富豪见面的时候 类子强忍着上去抢钻石的冲动 表情从容淡定 努力装出一副是金钱如粪土的清高模样 果不其然吸引了富豪的目光 富豪问他为什么不去抢钻石 类子说比起钻石 我更想安静地品尝香槟 富豪不相信他的超能力会不管用 随即摘下了价值连城的戒指递给类子 类子接过戒指仔细打量 然后将戒指扔进了酒里 连同酒杯一起还给了富豪 随后转身潇洒离去 这时助理则海也过来推不住栏 可另一边类子走出别墅之后 终于伪装不下去了 回想刚才的钻石跟戒指 类子差一点就忍不住要收入囊中 这时泽海也跟了出来 隔天四人医生在给富豪体检时 建议富豪请一个看护来照顾日常起居 并且说自己正好有个合适的人选 一旁的泽海听后不留痕迹地笑了出来 果不其然医生也被他收买了 医生给富豪推荐的人选正是类子 富豪一眼就认出类子正式宴会那天的女人 但类子却假装对富豪没有印象 并且说自己并不想来 是私人医生一直给自己打电话 他才无法推脱 这番话瞬间让富豪没了面子 说到我可是付了十倍的工资 类子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来 因为一般这样的雇主都会比较挑递 我不想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 富豪听后气得不行 直接要轰走类子 类子一听开心极了 赶紧向他道谢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第一次遇到用钱搞不定的女人 这让富豪的尊严受到了践踏 泽海欲擒故纵地说我马上给你换其他人 但果不其然富豪制止了他 泽海的方案果然天衣无缝 就这样类子住进了富豪的家 成为了他的私人看护 富豪将类子安排在了隔壁卧室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卫生间 类子感觉到了富豪的不怀好医 果不其然隔天在给他体检的时候 富豪一把将护士按在身下吃起了豆腐 护士出门后竟然不怒返校 还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秘书泽海 原本以为富豪是个很难拿捏的人 现在一看只不过是一个色老头 只要自己稍加滋色就能把富豪迷得神魂颠倒 可泽海却给类子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类子的想法很危险 一旦让富豪轻易得到了身子 富豪玩腻了就会把他无情扔掉 目前为止 泽海见过太多跟类子一样想法的女人 都是这样的下场 泽海郑重地提醒类子 一定不要抱有这种轻浮的想法 面对这个倔老头 一定要学会适度地抗拒和不服从 让他感受到你跟那些腌制俗粉的不同之处 只有这样你才能当上他的老婆 而不是他的一个临时情人 类子被一语惊喜 整理思绪之后心中有了想法 随即开始更改富豪的菜单 他吩咐下人以后要清淡饮食 甜品的量也要减半 下人们都被类子的大胆做法惊呆了 果不其然 富豪因为清汤寡水的饭菜大发雷子 类子正是走了出来 富豪一把抓住类子的手 任性地说自己就是要吃肉 因为名贵的肉能吃出金钱的味道 看着类子遵从的模样 富豪以为自己的威风震住了类子 随即开始向泽海炫耀 女人就是要经常教育才行 只要稍加颜色他们就会乖乖听话 可话音刚落就被类子打了脸 类子解释金箔有安神进气之功效 适当服用会有一身体 同时也能让饭菜充满金钱的味道 富豪听后被气地吹胡子瞪眼 可饥饿的感觉袭来 哪管他三七二十一 挥舞着刀叉大口吃了起来 泽海看到这一幕后也忍不住偷笑 随后向类子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深夜类子回到了房间 正准备宽衣解带 却突然心神不宁 觉得好像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自己 检查一番后却并无一样 类子觉得可能是自己太累了 第二天一早 类子来给富豪检查身体 可一进门就被一杆猎枪抵住后背 男人直接质问他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这让类子紧张不已 难道他跟泽海的计划被发现了 好在富豪及时解了威 原来这个男人是富豪唯一的儿子静吴 不过看这场面就知道富豪跟静吴不对付 随即富豪赶走了他 惊魂未定的类子刚要开口感谢 就被富豪掖了回去 别自作多情 我拦下他是因为不喜欢别人碰我的猎枪 被赶出来的静吴找到泽海 两人相识多年 泽海看到他也非常高兴 静吴则是神秘的跟泽海说想再玩一次那个游戏 泽海心领神会 随即在静吴的家召开了一次大party 聚会上两人互换身份 泽海成了高大帅气的富二代 一出场瞬间吸引了众多女性的目光 而静吴则扮演卑微小跟班的角色 偷偷在聚会上寻找自己的猎物 这可能是有钱人的通病 他们对拜金道天女很是反感 反而对那些高傲清朗的女人很感兴趣 像眼前这个羞涩的女人 就成功吸引了静吴的目光 一夜无眠 隔天等众人都离开之后 他们的身份也自然转变过来 泽海带着围裙忙前忙后打扫卫生 静吴却拿着女人送给他的纪念物回味无穷 另一边在家的富豪却暴跳如雷 原来类子以富豪身体健康为理由 将富豪的雪茄都藏了起来 富豪说我给你一分钟 赶紧把雪茄给我拿出来 类子说无论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 不给就是不给 富豪建议的不行 赶紧服软 这有言不尽的样子把富豪气的不行 但类子这种看似跟富豪对着干 实则又是担心富豪身体的举动 让富豪欲罢不能 同时也在被类子一点点拿捏着内心 这天类子以富豪身体健康为由 藏起了富豪的雪茄 富豪软硬坚持都不起作用 恼羞成怒让类子滚出这个家 可类子一正言辞的说 我是你的健康护士 有权利跟义务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富豪被气的大发雷霆 这是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看面相就知道不是个好对付的老东西 就连富豪见她都没了脾气 原来她是富豪的小姨子林夫人 林夫人也注意到了一旁的类子 面对林夫人的嘲讽 类子也只能点头陪笑 类子平静地出门回到房间 不甘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很明显 这个林夫人也是为了富豪的财产而来 虽然她跟林夫人只是见了一面 但却能隐隐感觉到 林夫人将会是她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 想到这里类子的心中更加烦道 但却意外地发现了房间中的一样 类子心中一阵后怕 果不其然又翻出来好几个 类子第一时间想到了庸人的儿子草台 因为早晨类子发现她在自己的房间鬼鬼祟祟 看到类子后不但不害怕 竟然还要跟类子整点没有用的 幸好这时庸人及时进来阻止了她 女人找到草台质问 但草台表示很无辜 去你的房间也只是想偷点钱 但是我知道摄像头是谁安的 类子听后紧忙询问 但草台竟然又想整没有用的 类子气愤地推开了她 草台这时也提醒类子 让她不要再追查摄像头的事情 只有装傻充愣才能继续在这个家待下去 从草台的话语里 类子已经猜到了答案 怒气冲冲跑去质问富豪 可类子却不管不顾 今天势必要讨个说法 没想到富豪竟直接承认 还嘲笑类子不够大 愤怒的类子要跟富豪拼个迷死我 一旁的泽海一把揉住了她 回到房间的类子渐渐平复情绪 她发誓要让富豪付出代价 愤怒也让她夺取财产的信念更加坚定 心中灵光一闪 准备借此机会来一个将计就计 于是泽海告诉富豪类子要起诉你 但财大气粗的富豪根本不在乎 泽海劝说富豪最好不要将事情闹大 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集团的声誉 泽海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钱堵住类子的嘴 富豪听后一脸比语 果不其然类子也是一个用钱就能搞定的闹祸 可不出意外的是 类子将500万还给了他 还说我要的不是钱而是道歉 富豪认为每个人都有价格 嘴硬是因为钱还没给够 随即从500万叫到了3000万 类子却说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而是关乎一个人的尊严 富豪认为尊严的盾无法抵御金钱的毛 类子眼看富豪不妥协 随即放出了大招 如果今天得不到你的道歉 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这里 富豪没想到竟然会被一个女人威胁 气得小嘴抹了命 泽海认为类子的做法太冒险 如果得不到富豪的道歉 事情将无法收场 类子则表现得非常自信 通过这几天的接触 类子已经对富豪有所拿捏 虽说富豪此时气得半死 但类子毫不犹豫地拒收3000万巨款 肯定能让富豪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所以他笃定富豪会道歉 可时间一晃到了晚上 富豪丝毫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还问类子行李是否已经收拾好了 类子只能故作轻松地说随时可以动身 看着富豪头也不回地上楼 类子不免有些慌张 回到房间思考对策 却看到床上多了一件衣服 此时富豪也打来了电话 还送上了漂亮的裙子 邀请类子明晚一起吃饭 计划得逞的类子跑到泽海房间告知消息 可却不见泽海的声音 在草态的提示下 类子找到了跟女人一起看星星的泽海 看着举止亲密的两人 类子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看来这一栋小小的别墅内 人物关系甚至比拼兮兮还要复杂 类子隔天将道歉的事告诉了泽海 泽海陪伴富豪多年 感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随即去找到富豪旁敲侧机 果不其然富豪并不是真心道歉 只是为了暂时稳住类子 得知真相的泽海提醒类子 今天的晚餐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夜 可类子这事已经挑了 管她是不是真心道歉 我能拿捏她一次就能拿捏她无数次 反而质问泽海昨晚的女人是谁 泽海面容闪躲不愿回答 可类子说咱们两个作为合作伙伴 相互之间的坦诚很重要 泽海听后反问类子 既然要相互坦诚 不如你先说说你的过去都经历了什么 类子听后有些慌张 笑着说我的过去不值一提 泽海听后也不愿多问起身离去 到了晚上 类子如约出席晚宴 却发现房间里坐满了富豪的重要客户 其中一人正是跟泽海一起看星星的女人 吃饭时富豪不断对类子出言讥讽 让类子很是尴尬 这时女人主动站出来 帮类子缓解了尴尬 饭后富豪竟当着类子的面抽起雪茄 类子健壮一把夺了过来 富豪生气地说这根雪茄很珍贵 类子却说道不论多珍贵 跟健康相比也只是破烂 旁边的男人听不下去了 生气地说这雪茄可是萨先生送给富豪的礼物 你竟然说是破烂 类子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掉进了富豪的圈套 女人将白兰蒂倒在托盘里 又将雪茄均匀滚动充分吸收白兰蒂的汁水 而后用手掌轻轻揉搓 雪茄跟白兰蒂混合的香味挥发而出 这样的话就算不点燃雪茄 也能同时品味两种味道 欧洲贵族就经常用这种方式缓解烟影 类子说完之后 身边的那些亿万富豪果然来的兴趣纷纷尝试 还夸富豪找了一位好护士 没想到类子竟以这种体面的方式缓解了这场尴尬 但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 林夫人突然不请自来 还带来了一位小辣妹 热情的小辣妹对着富豪就是一顿坑 这番举动让类子跟泽海察觉到了危机 隔天类子来给富豪检查身体时 李老远就听见了富豪房间传来的迷迷之音 开门果然看见富豪跟这个小他50岁的小辣妹闹得正欢 接下来的几天 富豪彻底沉浸在小辣妹的温柔乡里 林夫人还说想收小辣妹做女儿 这分明就是基于富豪的财产 此时的状况也渐渐明朗 林夫人跟泽海就像两位将军 指挥着各自的棋子 想要率先攻破富豪的城墙 类子听泽海说后却有些做不住 再这么下去他怕小辣妹会杰足先通 可泽海却镇定自若 小辣妹这种女人只会吸引富豪一段时间 过不了多久富豪就会厌倦这种轻浮的女人 这么多年富豪都是如此 类子听后也只能选择相信泽海 刚回到房间类子就被林夫人吓了一条 林夫人说这是我姐姐生前的房间 富豪竟然让你住在这里 对你还真是不一般 类子说我只是一个护士 其他的事情我并不知情 可都是千年的狐狸 谁又看不出谁的尾巴呢 林夫人说你不用否认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 也算是阅人无数 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强烈的野心 但此时她还并不知道类子跟泽海的阴谋 提议想跟类子联手 类子继续装傻冲浪 林夫人也不生气 晚上小辣妹提出想跟富豪一起坐船 泽海听后哪敢让富豪跟小辣妹单独相处 这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随即以安全为由想要陪同前往 但富豪觉得自己饱到未老 拒绝了泽海的建议 眼看泽海一方要错失良机 林夫人突然提议 好不容易得到的独处机会 小辣妹不理解为什么要让类子进来搅局 泽海对林夫人 林夫人了解颇深 也隐隐猜到隔天林夫人会对类子不利 让类子先做好准备随机应变 可隔天类子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还没等小辣妹动手 脑海中就回想起一些恐怖的回忆 双腿一软直接晕了过去 泽海看到类子晕倒紧张地上前查看 旁边的林夫人终于察觉出了端倪 因为类子的突然晕倒 游玩计划也不了了之 林夫人通过这次事情察觉到类子惧怕水面 所以让小辣妹每天都跟富豪去划船 只能以安全为由劝说富豪不要去单独划船 可富豪这么要面子的人 哪能听得了泽海的劝说 反驳道 别看我年纪大 但是吓到水里就连尼斯湖水怪都不是我的对手 泽海听后真心无语 到了晚上 类子回想起白天奋不顾身的泽海 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对泽海也渐渐放下了戒备 还主动说起自己的悲惨过往 原来类子的爷爷经营玻璃制品的生意 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冲击 家族产业到了类子父亲这一代就已经衰落 破产的父亲将载着一家人的汽车开到了海里 除了类子 其余的家人全都因此去世 所以类子才会这么惧怕水面 长大后的类子当了一名真正的白衣天使 也遇到了可以厮守一生的另一半 可上天再次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婚礼当天类子收到的不是祝福 而是新郎的噩耗 就这样类子开始了行尸走肉的堕落生活 收到泽海的短信那天开始 类子才重新燃起希望跟目标 看着敞开心扉的类子 泽海心中感动 同时也心疼类子的过往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也悄悄转变 可最后时刻泽海还是退缩了 原来他早已心有所属 那个人就是阿玲 原本阿玲跟泽海是青梅竹马 但富豪的儿子静吴却横刀夺爱 现在还单方面说阿玲已经答应自己的求婚 阿玲家在爱情跟金钱之间无法做出选择 林夫人见到此景奉劝阿玲见好就说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多少人想要踏入豪门而绞尿之 类子听出了林夫人的含沙摄影 不甘示弱地回对岛 此时回来的富豪打断了剑拔弩张的两人 富豪看屋内气氛不对询问原因 林夫人借机赶紧说是因为讨论阿玲结婚的事情 一旁的辣妹来了一波神配合 心狠嘴快的撒娇说也想跟富豪结婚 富豪随即宣布的事情也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面对富豪提出的无理要求 小辣妹感到十分抗拒 虽然基于富豪的亿万资产 但让二十岁的她给富豪生孩子可万万不行 难不成等孩子一出生 孩子她爹就过七十大手 这项话吗 林夫人则淡定地表示有得必有失 你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 继续过穷困潦倒的生活 追逐那虚无缥缈的明星梦 辣妹听后显得有些愁躁 林夫人说你的想法也不要太死板 虽说是生孩子 但不一定非得是富豪的 只要让富豪信以为真就可以了 一旦跟富豪结了婚 你就是方块三秒变大老二 到时候想干什么都行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泽海也陷入了沉思 他开始琢磨不透富豪的套路 也不知道接下来要跟类子如何应对 如果继续走轻刀路线 泽很有可能会被小辣妹杰族先登 但如果随了富豪的意愿 那孩子也不是百分之百说生就能生 一旦没有孩子 得到了类子的富豪很可能就会厌倦 到时候更加得不偿失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泽海想到可以在风流的静吴身上做文章 想办法让静吴跟小辣妹有关系 这是门外传来阿玲的敲门声 如果被别人发现他俩的关系 那计划将彻底失败 情急之下泽海推开了房间的密室 惊慌的类子也不管那么多直接走了进去 原来阿玲怕泽海误会 借着还书的名义 来跟泽海解释订婚的事情 阿玲表示自己并不喜欢静吴 只是怕伤了他的心 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还问泽海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泽海说只要你拒绝 他就会伤心 可人如果想追随自己的内心 就难免会违背别人的意愿 生活和做人都需要拥有拒绝别人的勇气 当一辈子的好好先生不现实 阿玲听完泽海的话 心中也下定了决心准备跟静吴好好谈谈 临走时 阿玲转身望着泽海 看着身后关上的门 阿玲伤心的情绪难以掩饰 泽海也为刚说的话有些后悔 重新打开门却发现阿玲已经走了 这一切都被泪子听得一清二楚 他终于明白 泽海为什么想让静吴和辣妹扯上关系 这样既能让富豪赶走辣妹 也能破坏静吴在阿玲心中的形象 一键双雕的做法简直不要太完美 还说泽海心中是真的喜欢阿玲 泽海却有些不高兴 告诉泽子不要再讨论这些亲亲爱爱的 专心研究富豪财产吧 在计划成功之前 我不会考虑这些 为了达成目的 必要时就连心爱的女人都可以利用 隔天泽子就找机会接近静吴 说自己非常担心富豪的身体 因为辣妹天天缠着富豪 而且还要跟富豪生孩子 泽子担心富豪年纪大身体会吃不消 而且辣妹才二十岁 这么着急的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要用孩子来跟你抢夺财产吗 虽然女人的计划天衣无缝 轻而易举地忽悠了地主家的傻儿子 可整个过程却被林夫人听了个一亲二楚 林夫人随即让小辣妹将计就计 果不其然 沉不住气的静吴很快就找到了小辣妹 两人随即来到了湖边的小屋 看着小辣妹跟自己聊得火热 静吴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在发挥作用 就当静吴要跟辣妹更进一步的时候 早已等待多时的林夫人闯了进来 辣妹看到林夫人之后瞬间变怒 文讯而来的傅豪看到眼前场景 心中气得半死 任凭静吴再怎么跟她解释说 辣妹是自怨的 傅豪也不肯相信 还拎着拐杖把她打了个半死 静吴心中也是赌气 随即也不甘示弱地回对道 看着离去的静吴 林夫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类子跟到林夫人房间质问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吧 让小辣妹反咬静吴一口 林夫人却说如果你不怂恿静吴去找辣妹 那接下来的事情又怎么会发生 不过现在也好 傅豪两父子彻底闹掰 对咱们来说不都是好的结果吗 言外之意还是再次向类子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林夫人何等聪明 相比于那个轻浮的辣妹 类子才是真正有机会抓住傅豪的潜力 但她没想到的是 类子早已跟泽海站在了一堆 所以类子继续装傻充了 说自己只是个护士 听不懂林夫人的话 晚上被打个半死的静吴回到家 等候多时的阿玲看到她这副模样 摊牌的话始终不忍心说出口 静吴也说起她母亲的悲惨往事 自己从记事开始 静吴就从未见过母亲的笑容 母亲的婚姻中没有爱 只有富豪带来的无尽痛苦和压迫 直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嘴角才扬起一抹笑容 情到深处的静吴抱住阿玲 让阿玲不要拒绝自己 阿玲也被静吴的往事所感动 这一幕被门外的泽海撞得正着 看着心爱的女人投入别人的怀抱 泽海心如刀脚 随即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正巧撞见企业的类子 类子还好奇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泽海却二话不说直接吻了上去 过了两久 类子推开了泽海 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被阿玲甩了 看着眼神闪躲的泽海 没想到真的被自己说中 伤心的情绪瞬间袭来 生气地说那你找错人了 我可不是别人的替代品 类子听后难掩心中的喜悦 但还是保持理智地反问泽海 为了得到财产放弃所谓的爱情 难道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 此时的类子多想听到否定的回答 但泽海却说 原来这只是泽海的一场试探 愤怒的类子直接要来一个大壁斗 却被泽海用手挡下 而这一幕恰巧被半夜偷久的草态看到 类子见状也只能作罢 回到房间的类子回想起刚才泽海说的话 虽说这明显是泽海的虚情假意 但亲吻的画面还是在类子的脑中挥之不去 可此时的泽海心中却满是阿玲 回想起自己看到的一幕 愤怒的泽海捏碎了酒杯 滑破的手掌躺出滴滴鲜血 就像此刻泽海的内心 而另一边的两人却是一夜温存 第二天静吴再次向阿玲求婚 虽然阿玲的心中还是放不下泽海 可是已至此 阿玲也只能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 带着些许的不舍接受了静吴的求婚 可阿玲的母亲却不同意这门婚事 因为阿玲出身于政治世家 她的母亲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满身铜臭的爆发户 虽说职业没有贵贱之分 但生活方式却有高低之别 此话一出气的富豪简直要被过气 这时推门而入的类子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川岛本想支开类子 但富豪竟一反常态 发话让类子不用回避 还跟川岛说这个户事可不一般 整天装出一副是金钱如粪土的模样 让他在旁边看看 什么叫有钱能是鬼推磨 随即给川岛下达了命令 准备现金 五一也好十一也罢 给我枉死了砸 让那些什么狗屁政客尝尝同臭味的厉害 面对富豪的讥讽类子并不理会 但这一幕却让身边的川岛起了疑心 他跟随富豪十多年 谈论工作的时候从不让任何人旁听 就连泽海都不行 但富豪竟让这个女护士进来 他感觉到了类子的不一般 随即叮嘱下人要多留意类子 另一边 辣妹还在为了生孩子的事情而苦恼 一旁的草胎健壮向他表达出爱慕之情 辣妹说你这个裙光蛋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与其跟你交往 还不如跟成熟稳重的泽海 酸溜溜的草胎为了让辣妹死心 将昨晚撞见泽海和类子的事情告诉了辣妹 辣妹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顿时坐不住 辣妹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林夫人 另一边 刚给富豪做完按摩的类子碰到了泽海 经过昨晚的事情 两人见面难免有些尴尬 类子看到泽海包扎的右手紧张询问 回到房间的类子握着象征爱情的猫头鹰 回想起自己当初立下的承诺 为了得到无尽的财富 我愿意甘心放弃情爱 整理好自己的心绪之后 类子再次找到泽海 不顾泽海的反对给他消毒了伤口 还将阿玲母亲的事情告诉了泽海 劝说泽海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将阿玲从静吴手中夺回来 泽海却表示自己并不在乎 类子说我也不赞同静吴跟阿玲的婚姻 此时辣妹突然推门而入 传话说富豪现在要见你们两个 两人听后隐隐感觉事情不妙 果不其然 两人一进到房间 富豪就开口质问 原来富豪得知昨晚的事情后 感觉两人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拿起猎枪就对准了两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类子谎称泽海在追求自己 但自己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所以拒绝了他 一直不尽缕色的泽海竟然向类子求婚 这让富豪感到难以置信 但泽海心中更为震惊 虽说类子谎言的背后肯定也给泽海留了退路 可这么短的时间泽海能想得出来吗 考验两人默契的时候到了 泽海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 随即泰然自若地接了下去 承认自己确实向类子求了婚 但这只是一场我对他的试探 因为从一开始 我便觉得类子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单纯 所以为了整个别墅的和平安宁 我才想出这个办法去试探类子 经过此次试探也让我打消了对类子的疑虑 可精灵的林夫人却不好护弄 泽海听后说道 女人对自己来说就像是牙刷 只是为了解决我的卫生需要 终究是要不断地更换 所以求婚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 听到泽海这么贬低自己 类子带着半针半针的愤怒情绪 给了他一记大逼脑 随后借此机会赶紧脱身 看到高傲的类子气成这样 富豪开心地大笑起来 到了晚上 泽海两人在电话里互相夸赞对方的眼睛 白天的精彩表演彻底让富豪打消了一律 这边泽海刚挂掉电话 林夫人就找了上来 经过这次事情 林夫人也觉得泽海跟类子之间没有关系 随即开始拉拢泽海投入她的阵营 林夫人想让泽海跟辣妹进行造人计划 然后以泽海秘书身份的便利 修改一下DNA报告也是轻而易举 并且也向泽海许下了丰厚的报酬 可不论怎样 傻乎乎的林夫人已经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这也让泽子今后更加占据主动权 泽子想到最近富豪跟辣妹总是单独去湖边划船 住在湖边的草泰肯定能看到一些情况 隔天泽子找到草泰 问辣妹有没有对富豪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傻乎乎的草泰哪是泽子的对手 泽子稍加计谋就让草泰全盘拖出 草泰说辣妹经常主动拥抱富豪 可富豪却总是将她推开 有一次还看到富豪将她推进了水里 草泰觉得富豪可能不喜欢女人 但泽子却听出了其中的端倪 看来富豪已经渐渐厌倦了轻浮的辣妹 泽子觉得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偏偏这时却迎来了重大变故 原来在富豪的金钱攻势下 阿玲的母亲同意了她跟靖吴的婚事 可阿玲却问起前几天富豪是因为什么原因将靖吴赶出家门 原来是阿玲无意间听到了靖吴和辣妹的闲言碎语 这时阿玲如果取消婚约将会对集团造成重大影响 所以一旁的川岛紧盲说只是因为父子间的矛盾 可阿玲却不依不饶 富豪一气之下觉得心中绞痛 随即双眼一黑昏死过去 私人医生觉得富豪症状并非一般的心绞痛 所以提议将富豪送去医院进行治疗 但靖吴却出面 可靖吴说直升机也不够安全 众人都能猜到靖吴心中的恶毒想法 但这个屋里只有靖吴是直系亲属 别人也无计可施 泽海将靖吴阻拦的事情告诉了泪子 泪子看着躺在床上的富豪 心里竟有些不是滋味 这一屋子的人每天围着富豪转 但都是看中了富豪口袋里的钱 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对他 现在就连他的儿子都要抛弃他 平时嚣张跋扈的样子 看似是他在掌控财富 殊不知这些财富也成了诅咒他的咒语 看着这个可怜的瘦老头 泪子说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才行 泪子的反应让泽海很满意 不禁夸赞他是一个合格的搭档 刹那间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竟变得有些暧昧 泪子见状赶紧挪开目光 看着泪子无微不知地照顾富豪 泪海心中竟然涌起一丝醋意 随即不愿多看走出房间 却看到门口焦急等待的阿灵 阿灵愧疚万分 如果不是自己的任性 富豪就不会气到病倒 泪海见阿灵哭得伤心 也只能出言安慰 可这一幕却被静无撞了个正着 静无让泪海认清自己的身份 阿灵是我的未婚妻 而你只是这个家的庸人 不要以为咱们三个 还像小时候那样不分你我 这让泪海心中更加憎恨静无 在泪子的悉心照料下 富豪终于醒了过来 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阿灵 也总算松了口气 满屋子的人都在为富豪的平安而高兴 只有静无显得闷闷不乐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阿灵看到 为了感谢泪子无微不知的照顾 富豪准备给泪子一千万作为奖励 但泪子却拒绝了富豪的好意 说与金钱相比我更想要一个请求 但还没等泪子说出口 辣妹一群人就假惺惺的来关心富豪 医生说最近一段时间就要安心静养 泪子听后说到那就不要再去划船了 这显然是想断了富豪跟辣妹的联系 可林夫人却说划船会让富豪心情变好 泪子见状说我刚才的请求 正是希望富豪不要去划船 还询问富豪是否答应这个请求 富豪竟一反常态痛快答应下来 事后林夫人找到泪子 称赞泪子的手段高明 竟然能把富豪训得服服帖帖 但泪子已经不将渐渐示威的林夫人放在眼里 说到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为了争夺富豪的百亿资产 两个女人间的战争逐渐白热化 林夫人的妻子小辣妹胸大无脑毫无内涵 已经开始让富豪觉得厌倦 反观泪子 她深切地知道富豪需要的是什么 虽然坐拥财富 身边无数阴阴厌厌 但她看得出富豪最希望得到的是他人真心的对待 泪子对症下药 而且还能跟富豪投其所好 占据富豪的心 照这么下去的话 自己的失败将会成为定局 随即准备加快辣妹的造人计划 晚上泽海说趁富豪还没康复 不能跟辣妹去划船 要借这个机会趁热打铁 泪子说富豪现在每天都会找我下棋 泽海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告诉泪子要输赢有毒 那样才能让富豪欲罢不能 这时泪子听见有人来了 随即紧忙躲进密室 原来来的人是辣妹 辣妹说是林夫人让我来找你的 泽海顿时心领神会 看着答应跟他造人的泽海 辣妹开心不已 还说一想到跟富豪暧昧就觉得恶心 可跟你的话就不会 说着就要开始整线没有用的 可泽海却一把推开辣妹 说这里不太方便 随即跟辣妹约定深夜去别的地方 辣妹遵守约定来到船屋 漆黑之中被男人一把推倒 可天亮之后 辣妹发现身边的男人不是泽海 而是这个穷鬼草态 这让辣妹十分崩溃 可又不敢将真相告诉林夫人 林夫人看到辣妹脖子上的红颜 还以为大事已成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赶走累子了 晚上探望完富豪的阿灵正要回家 可天空却下起大雨 一记雷声让阿灵吓得扑倒在泽海的怀疑 泽海嘴角浮现一摩笑语 屋内的累子正好目睹了这一幕 心中竟涌起一丝落寞 陪富豪下起时 累子看着窗外的电闪雷鸣 心中不断回想起刚才那一幕 富豪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 问他是不是有了喜欢的男人 累子听后也借机敲打富豪 说之前没有 但现在心中确实有了欣赏的男人 但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这时房间突然停电 累子起身要去查探 却被富豪一把拉住 富豪问他有没有听过三根火柴这首诗 累子一时有些不明所谓 富豪说那是雅克普雷维尔写的 是写给相爱之人的一首诗 随后富豪就对他深情朗诵起来 累子没想到外表粗糙的富豪 还能有这么细腻浪漫的一名 忍不住由衷赞叹 泽海听后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还是那个天天撇着鸿鱼嘴的富豪吗 累子十分开心 看现在这个势头 富豪向他求婚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可泽海却说没领结婚证之前就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富豪有个怪癖 那就是不吃金枪鱼 因为富豪年轻时是靠捕捞金枪鱼发家 因此他把金枪鱼比作财富之源 几十年来从未吃过一口金枪鱼肉 可就在今晚 一道金枪鱼料理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让他怎能不生气 富豪的餐食都是由累子负责 所以泽海赶紧上前说可能是一场误会 却被富豪一把挡下 随即辣妹叫来了不知所以的累子 林夫人问累子你知道富豪从不吃金枪鱼吗 累子说知道 所以我一直都吩咐厨师用鲸鱼做料 随即富豪用叉子插起鱼肉 一把塞进了累子的肥 累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 这时下人也站出来诋毁累子 说确实是他吩咐我们用的金枪鱼 累子质问他为什么要说话 却被富豪一把揮 泽海见状赶紧上前阻拦 累子看着林夫人的坏笑 明白了这就是林夫人的最终杀招 怒不可遏的富豪推开了泽海 拎着拐杖开始发泄愤怒 泽海见状劝说累子给富豪认错 累子无奈也只能说道 气愤的累子回到房间收拾行李 赢得这场战争的林夫人走了过来 假惺惺的说要不要我去帮你求求情 累子对他的讥讽也不予理会 刚走到门口的累子被泽海一把 两人随即来到密室 泽海劝说累子明天找机会跟富豪道歉 凭你在他心中的地位 他一定会原谅你 可累子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 所以不愿道歉 看着愤怒的累子 泽海也只能不停地劝说 眼看咱们的计划就差临门一角 到时候你最少能分到一百年 跟这些钱相比 现在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但累子却咽不下这口气 并且直接挑明了泽海的算计 说你只是想成功之后用钱将阿玲夺回来 泽海说你分明就是嫉妒阿玲 累子也毫不掩饰地承认 我就是嫉妒阿玲 嫉妒她的身世 财富 亲情 和未婚夫 也嫉妒你对阿玲的心意 虽说咱们两个是搭档 可当我在陪造老头子的时候 你又为咱们的计划做了什么 泽海也对累子非常失望 最初是你承诺为了金钱放弃情爱 现在却又像个小女生一样 想要甜蜜的爱情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跟林夫人合作 随着累子的离开 富豪也再次陷入辣妹的温柔乡 林夫人看着此景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泽海也只能被迫放弃自己夺才的野心 只是在收拾累子衣物的时候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 另一边的累子也再次回到了行尸走漏的生活 在酒吧等待着别人的搭讪 正要跟男人走出酒吧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挡住了两人 看到累子被酒吧的风流客楼的怀疑 心中莫名燃起怒火 随即跟男人大打出手 结果被男人一花瓶打倒在地 累子将泽海带回了家 为他简单处理伤口后 累子奉劝泽海不要白费心思 自己是不会回去的 可泽海却说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并且向你道歉 那天我不应该让你自己独自承受 累子说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过我真的不会回去 这几天我也想过 就算咱们的计划成功 那也要等到富豪去世才能得到财产 一想到我要在他的怀里度过十年 甚至二十年我就觉得无法接受 泽海听后也放弃了劝说累子的想法 两人随后一起来到天台看星星 此时的两人虽然都是穷光蛋 但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 两人投机地畅谈人生星座和宇宙 泽海夸赞累子是最棒的搭档 累子却反问泽海 除了搭档就没想过其他的吗 月色如爆 两人的感情一点积燃 随即就要整些没有用的 富豪的电话却打断了两人的好事 电话那头的富豪说有重要的事情 让泽海赶紧回去 原来是厨师跟富豪聊天的时候 无意间提到累子 厨师说累子平时非常负责 你的一日三餐他都认真安排事无巨细 富豪回到房间看着手里的棋子 知道是自己错怪了累子 隔天富豪让泽海不惜一切代价 请累子回来 泽海简直不敢相信这种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 随即赶紧找到了累子 可累子却坚持不回去 因为他怕接下来的路 还是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 泽海听后说到 我以后一定尽到伙伴的责任 无论何时都会出面保护 可累子心意已决 备受打击的泽海回到别墅 又因为办事不利被富豪一顿毒打 泽海回到房间处理伤口 累子打来电话询问富豪有没有难为你 泽海说没有 一切都很顺利 我说过今后会保护你 你就做你开心的事情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会处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挂完电话后 泽海开始愤怒地打杂着一切 他不甘心 明明已经唾手可得的东西 竟然又飞走了 今天从大悲到大喜 再到大悲的变化也让他激进崩溃 隔天要出门应聘的累子 却接到了富豪的电话 面对富豪的挽回累子还是出言婉拒 可没想到一开门 富豪因为金枪鱼的事情 跟累子郑重道歉 说希望能得到累子的原谅 累子表示谅解 但表示不想再回去当护士了 70岁的富豪向30岁的护士求了婚 这让年轻的护士有些为难 为了表示诚意 富豪大手一挥 送给累子一套市中心的豪华公寓 公寓内衣物首饰安排的一英俱全 称得上水电齐全拎刀入主 不仅如此富豪 还给了他一张无限额度的黑卡 就在两人庆祝计划成功的时候 累子心中回想起天台上的一文 累子说我马上就要成为富豪的妻子 你心里真的没关系吗 泽海语气坚定 累子听后眼神中充斥着悲伤 就这样富豪收到了累子答应求婚的消息 看着眼前一袭婚纱的累子 泽海不露声色地说新郎在等你 可累子经过身边的时候 还是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累子的手腕 累子如愿嫁给了富豪 晚上的两人享受着新婚之夜 泽海却来到酒吧买醉 看着桌子上摆放的鲜花 不由自主地想到一袭婚纱的累子 但无论泽海心中适合感受 这一切都已成定局 隔天富豪召集了别墅内的所有人 宣布已经跟累子结婚 众人听后恨不得用眼神将累子千刀万挂 静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却被身边的穿倒拦下 宣布完毕后 富豪让众人各自散去 怒气冲冲的静吴找到泽海 质问泽海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富豪要取累子的事情 泽海却是一声不吭 心想你再怎么愤怒又能如何 现在一切已成定局 富豪死后瓜分财产 我也能与你平分秋色 看着愤怒离去的静吴 泽海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70岁的富豪 娶了30岁的护士心中自然高兴 但就在享用早餐时 累子竟然在餐盘里发现了蜜蜂 气愤的富豪叫来了厨师和庸人 但他们却失口否认 富豪一气之下就要将他们全都开除 灵夫人说如果将他们开除 那今后洗衣做饭的事情 就要全都交给累子 问富豪忍心这么做吗 还说别墅地处深山 偶尔有只蜜蜂很正常 富豪听后只能就此作罢 灵夫人看富豪走后 对累子说别担心 与死去的蜜蜂相比 活着的人才更可怕 果然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更何况静吴跟灵夫人还是至亲 就算灵夫人的计划失败了 但富豪只要一天没死 灵夫人就还有机会 静吴跟灵夫人达成了协议 两人一起将累子赶走 然后等静吴继承财产的那天 自然少不了灵夫人的好处 静吴原本以为灵夫人会狮子大开口 没想到灵夫人说 我只要一栋别墅就可以了 这对富豪的财产来说 简直是九牛一谋 但傻乎乎的静吴 竟真的相信了 灵夫人的无欲无求 两人的谈话都被暗处的 阿灵听了的一清二楚 原来阿灵听说 累子跟富豪结了婚 特意前来祝贺 累子带阿灵来到自己的房间 这时泽海来通知富豪 有事要见累子 看着阿灵望向泽海的眼神 累子知道阿灵还是望不了泽海 为了试探泽海面对阿灵会如何选择 累子故意给两人创造独处的机会 然后转身来到富豪房间陪他下棋 富豪为了安抚被蜜蜂吓到的累子 跟累子说宝石能够屈膝 随即拿出了价值连城的宝石项链 送给累子 忘记得欲 谢谢 另一边 得知富豪已经结婚的辣妹 跟草胎抱怨自己已经失去了价值 现在就连林夫人都对她不理不睬 辣妹不甘心自己的发财梦就此终结 焦急地向草胎询问办法 草胎听后说道不用担心 我心里早有计划 晚上泽海跟累子来到密室 泽海问累子为什么故意让我跟阿灵相处 累子说我想看看 你有没有你口中说的那么绝情 当你面对你心爱的阿灵时 会不会因为爱情而心软 累子说为了最后的百亿财产 我天天都在陪着糟老头的 那你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随即让泽海发誓 在得到财产前 绝对不会碰心爱的女人一根手指 泽海听了这个幼稚的誓言觉得可笑 但累子却非常认真 看着已经渐渐转变的累子 泽海也只好答应 与此同时 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累子的房间 这个新娘有点狠 刚结婚就跟老公的秘书相约密室 回去的路上碰到了下人的儿子草泰 四目相对之下两人都很慌张 累子健壮质问草泰去楼上干什么 却没想到被草泰反咬一口 说你这么晚从外边回来是不是去偷行了 这时从一旁悄悄跑出来的辣妹 让累子明白了一切 原来两人是想私奔 草泰还警告累子让她最好别乱说 不然对谁都不好 累子顿时涌起一股不安 果不其然自己的房间已经被草泰洗劫一口 包括那条价值连城的项链 隔天一早家里禁贼的事情就炸开了锅 富豪听着众人一一汇报损失的财物 心思敏锐的林夫人听后质问累子 为什么除了厨房以外 只有你的房间被偷了 难道你昨晚没在自己的房间 那你深夜去了哪呢 累子被林夫人问得一时雨色 表情也显得不太自然 幸好这时泽海及时赶到 查清楚了是下人的儿子草泰干的 竟无厅后就要报警 下人赶紧站出来替儿子道歉恳求 这时累子竟将一切责任都拉了过来 累子说那条项链是我主动送给草泰的 因为我看出来草泰跟辣妹是真心相爱 所以才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们 如果现在报警 那我也是共犯 富豪听后说你知道这条项链值多少钱吗 累子说看上面宝石的数量最少也要2000万 但富豪没有因此生气 而是觉得累子将3000万的项链都能转手送人 说明累子是真的无欲无求 富豪说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而下人也对累子的出手相就感激涕零 承诺今后一定要好好服侍累子 不得不说累子又走了一步好奇 不仅再次提升他在富豪心中的清高形象 又改变了下人对他的敌视情绪 连泽海都对累子的高明连连称赞 隔天下人为了感谢累子 特意采摘了一箩筐玫瑰花 让累子可以享受玫瑰花语 可就在这时 竟无敲咪咪地钻了进来 想要在累子面前展现男人魅力 累子从水中拿出一把小刀 却被静无一把夺去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阿灵的声音 累子见状赶紧抓住静无的胳膊大喊救命 阿灵近来看到眼前这一幕 彻底对静无伤透了心 这是一直躲在门后的泽海也走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竟是他们的将计就计 就在刚刚 还是那个熟悉的酒匠 还是那个傻傻的静无 不同之处是这次换成了林夫人给他出谋划策 林夫人说趁今天富豪不在家 便让静无去诱惑累子 一旦成功以富豪的脾气肯定会跟累子离婚 但这一切又被隔墙有耳的泽海听了个正着 随即泽海跟累子将计就计 才有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另一边 川岛火急火燎地找到静无询问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阿灵突然解除了婚约 静无直言是被累子给算解了 一旁的林夫人听着静无的叙述 不由得感叹累子的手段高明 与此同时 刚解除婚约的阿灵找到了泽海 但泽海回想起跟累子之间的约定 金钱和爱情二选一 回想起二十几年卑躬屈膝的心酸生活 男人无比坚定选择金钱 但怀里表露心意的阿灵又让他心生动摇 就在这时静无闯了进来 结束了男人的痛苦角度 可随后又迎来了静无的拳打脚踢 文讯而来的富豪喝止了静无 静无问阿灵是不是因为泽海 所以你才跟我解除婚约 阿灵心想你这屎盆子扣的是真好 我解除婚约不是因为你闯进了累子的浴室吗 正当阿灵要说出此事时 赶来的累子却制止了他 累子说阿灵的为人不可能做出违背道德的事 而解除婚约的原因也是我拜托阿灵要保密的 因为这件事传出去会让家族蒙羞 一旁的穿倒为了赶紧扯开话题 直接拿身份最卑微的泽海开刀 说不如让泽海休息一段时间 言外之意是要开除泽海 累子说如果你离开这个家 你跟谁恋爱就再也不受约束 就算跟阿灵在一起也可以 泽海明白累子这是在逼着自己做出那道选择题 随即也下定决心跟阿灵划清界限 澄清到我跟阿灵只是从小认识的关系 我对他也并没有一点非分之想 就这样 抛弃了爱情的泽海留在了这个家 也再次拥有了获得财产的资格 为了对静吴表示忠心 他想到了一个一尸二鸟的方法 他将富豪给累子买公寓的事情告诉了静吴 静吴也因为泽海的坦诚消除了对他的芥蒂 累子听到泽海的做法后非常惊讶 明知道他对我虎视眈眈 你这么做是为了让他来伤害我吗 隔天累子早早来到了公寓等待 果不其然静吴找上门来 开门见山地问累子到底要多少钱 才能跟我父亲离婚 累子说婚姻与金钱无关 但空口无凭静吴又怎能相信 为了让静吴安心 累子签下了一张自愿放弃遗产的试约书 静吴拿到试约书后开心地像个傻子 也彻底打消了对累子的敌意 殊不知他已经掉进了一个更大的圈套 这是我见过最会玩的富二代 竟然跟自家秘书互换身份 上演一幕幕烈焰游戏 这样一来不会破坏自己家族的名声 二来还能享受以平民身份收获猎物时的快感 可怜了他的秘书泽海 每一次静吴的烈焰游戏 都让泽海背负了花花公子的骂名 这次更是直接被警察找上了门 原来那个叫上美的女人因为静吴自杀 但由于静吴是以泽海的名字与其交往 所以遗书上写的是泽海的名字 没办法泽海只能跟警察去配合调查 很快泽海的事情就传遍了别墅 庸人们都对泽海的这种渣男行为恨之路 纷纷感叹平时瞎了眼 就连富豪都不敢相信平时不敬女色的泽海 竟让一个女人为了他伤心自杀 还说如果是自己儿子这样 就一棍子打死他 静吴在一旁下的胆颤 他生怕泽海回来之后会将真相告诉富豪 但回来的泽海竟将一切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还承诺自己会妥善处理 不会影响到别墅 晚上泽海将上美的遗书交给静吴 说到虽然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但却是上美要跟你说的心里话 没想到静吴看都不看直接将遗书撕碎 而后对泽海没有将自己抖出来的做法表示感动 隔天阿灵找到了泽海 原来昨天类子暗示下人将上美的事情告诉阿灵 阿灵伤心地问泽海是不是真的 为了让阿灵对自己死心 泽海对上美自杀的事情全盘承认 还说自己就是喜欢玩弄女人感情的渣男 阿灵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心中也彻底对泽海死了心 与此同时 富豪也觉得阿灵会因为这次的事情 对泽海死心 于是吩咐川岛趁热打铁 还是采用金钱公式把阿灵追回来 毕竟取消婚约对集团的影响太大了 另一边的泽海来到密室质问泽子 是不是你将上美的事情告诉阿灵的 泽子坦言就算我不说阿灵早晚也会知道 泽海说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相比爱情 我更想要的是钱 所以你别再一遍遍地测验我的觉悟 泽海说我现在不将静吴懂出来 是因为等富豪死的那天 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只有你跟静吴 以静吴的性格肯定不会轻易让你得到遗产 所以咱们手中就要多备一些杀手锏 而上美自杀这件事就是咱们手中的一大王牌 等到时机成熟 咱们可以拿曝光这件事情逼迫静吴 从而让他就范 这边的静吴在得到富豪的财力支撑后 对重新追回阿灵险的信心十足 川岛让他不要掉以轻心 尤其要留意泪子那个女人 可静吴却美滋滋地说泪子现在已经够不成威胁 随即拿出了那张试约书 川岛看完之后哈哈大笑 不是笑他的计划得逞 而是笑他太傻太天真 因为这种试约书根本没有法律效应 只是一张废纸 静吴这才意识到又被雷子耍了 愤怒的他直接冲到了雷子的房间 更是直接闯进房间掐住静吴的脖子 庸人惊慌失措大喊救命 幸好闻声赶来的泽海拉开了静吴 雷子这才逃过一劫 可静吴依旧孤依不饶 富豪出现将他一拳打倒 泽海也适时地捡起了那张试约书 富豪听后怒不可遏 随即又是一击耳光甩在静吴脸上 此时的静吴已经彻底失去理智 竟然跟富豪扭打在了一起 雷子健壮拉开了富豪 恳求富豪跟自己离婚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静吴安心 无欲无求的圣母形象 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而泽海也在静吴耳边悄悄之招 让他怂恿富豪立下遗嘱 静吴让富豪要么现在离婚 要么就赶紧立遗嘱 承诺死后将财产全都分给我 不然等你死后 我会狠狠地折磨雷子 富豪听后差点没被气死 静吴以为自己的威胁起了作用 开心地手舞足蹈 但迎来的却是富豪的猎枪 富豪说现在开始我跟你断绝关系 这就是我的遗嘱 看着离去的静吴 富豪虽然生气但也难免行通 晚上也主动跟雷子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静吴的外公为了抵债 才将静吴的生母嫁给了我 虽然婚姻中没有你浓我浓 但还是生下了静吴 正当我在为静吴的出生儿喜悦时 却听见了静吴母亲和他妹妹林夫人说 真不想为了我这种人生孩子 类子听出了富豪对静吴的爱护和不舍 也猜到了这次的断绝关系 只是富豪的一句气话 可无论怎样 经过这次事情 类子的无私形象彻底在富豪心里榨根 随即大手一挥 直接将一家公司过到了类子旗下 同时富豪也要去国外出差一段时间 林夫人也因为静吴的败北 暂时放弃了争夺财产的念头 准备去国外度假 看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好消息 让类子心情大好 泽海看着眼前这个渐渐变得陌生的类子 不由的心生警惕 他提醒类子不要忘了咱们还有约定 你得到的所有财富都要跟我五五分账 可类子却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起身就要离开 情急的泽海一把抱住类子 却被类子扇了一个耳光 看着已经彻底沉浸在贵妇身份的类子 泽海心底渐渐有了一种危机感 他嫉妒泽海对阿玲的情深意中 反过来对自己却只有财产和阴谋 但类子却从未想过 泽海跟阿玲本就是青梅竹马 相互喜欢十余年 而类子跟泽海之间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益而合作 但在钱与恨的俯视下 类子已无法考虑这些 富豪的出差让她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独处假期 如今腰缠万贯 看着满屋子的奢侈品也在纠结穿哪件出门 这时林夫人却突然不请自来 林夫人说到了机场突然就不想去了 然后直接开门见山提出跟类子联手 因为等富豪死后 靠你一个人的力量 还是很难拿到财产的 但类子依旧坚持没有觊觎富豪的财产 还对林夫人下了逐颗令 林夫人也没有死缠烂打 只是在临走时突然发问 原来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林夫人调查得一清二楚 就在此时泽海突然打来电话 慌张的类子还没等将事情说出口 就被泽海告知富豪临时取消行程 今晚就要回别墅 但此时别墅内的庸人都已经放假 没办法类子只能自己打了回来 买菜打扫卫生好一顿收拾 忙完的类子正在舒服地泡着走 静吴却拎着枪闯了进来 类子心知静吴来者不善借机就要逃跑 但没跑两步又被静吴抓了回来 这时匆匆赶来的静吴听到了枪声 不由紧张起类子的安危 急匆匆跑到类子的房间 看到蜷缩在床边的类子没有什么大碍 这才注意到了倒在血泊中的静吴 泽海问难道是你 类子听后急忙否认并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静吴拿枪威胁类子 让他交出从富豪那得来的公司和钱财 看着不愿服从的类子 静吴来了个已经笑容 说着就瞄准了桌子上的猫头鹰 可怎料猎枪突然炸躺 静吴当场就领了河饭 说完类子就要报警 但泽海却拦住了他 说到案发现场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而且你跟他还都是财产的继承者 就算事情调查清楚 你也难免会因为此事而丧失继承权 想想你为之付出的一切 你甘心放弃吗 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泽海让类子即刻起身赶回东京的公寓 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隔天富豪跟类子一起回到了别墅 看着若无其事忙前忙后的泽海 类子不安的情绪还是难以掩饰 刚要打开房门 庸人说警察来电话 在湖边发现了静吴的尸体 警察给出的结论是因为枪支走火 导致静吴落水身亡 老年丧子让富豪悲痛欲绝 但却对调查结果表示怀疑 类子也在努力压制自己恐慌的情绪 林夫人却阴阳怪气地祝贺她 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并且意味深长地说道 看来林夫人也意识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这让类子心中更加紧张 但一闭眼睛满脑子都是静吴死去的画面 这时则还也推门进来 类子说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崩溃 说罢就要去跟警察坦白一切 但却又被泽海制止 你现在坦白的话就等于越描越黑 不仅得不到财产还会面对牢狱自在 可就算有了泽海的安慰 看着熟悉的房间 回忆的画面还是会不断地浮现 突然类子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劲 静吴为什么要开枪打猫头鹰 而且幸福使者的含义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自己已经去世的前男友 而另一个就是泽海 想到这里类子心中涌起一股含义 也开始重新审视泽海 但泽海却表现得非常从容 这也让类子更加恐惧 如果真如自己所想 那泽海的心机和阴狠也太过恐 想到这类子直接吓晕了过去 回房休息的类子 却被一柄漆黑的枪管瞄准了脑袋 原来只是一场梦 看着旁边担心的富豪 类子紧忙问我刚才没有说奇怪的话吧 富豪却不管这些 握住类子的手让他一定要坚强起来 如今静吴已经死了 你一定不要有事 不要留我一个人残喘苟活 类子看着伤心的富豪 正要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 但此时泽海却推门而入 打断了类子要说的话 来看望类子的阿玲 看见了窗台上的猫头鹰 意外地说出了猫头鹰的含义 类子紧忙询问静吴也知道这个含义吗 阿玲表示小的时候应该提过 但也不确定静吴还是否记得 原来除了泽海 很多人都知道猫头鹰的含义 类子心中也打消了对泽海的怀疑 心情也立刻变得情了 但林夫人的话让她再次陷入恐慌 原来林夫人刚才听见庸人跟厨师的谈话 庸人责怪厨师偷懒 放假之前竟然没把冰箱清空 但厨师很肯定自己清空了冰箱 两人还为此争论起来 敏锐的林夫人由此推出静吴死的那天 肯定有人回到了别墅 她确实猜得没错 静吴死的那天 冰箱里的食物正是类子放进去的 没想到百密一书被林夫人发现 类子难掩惊慌的表情 这也更加证实了林夫人的猜想 不过林夫人表示不会揭发类子 只要类子能跟她联手 类子觉得林夫人已经有所察觉 自己也马上就会暴露 泽海让她冷静下来 就算再怎么怀疑 林夫人也拿不出证据证明 可类子还是担心的不敢睡觉 因为怕自己说梦话被富豪听到 泽海看类子这样也只能不断的安慰 厨师将冰箱多出食物的事情如是告诉富豪 富豪听后心中愤恨 直接来到了泽海的房间 可房间却上了锁 屋内的两人听见富豪的敲门声 简直就要吓破了 泽子也赶紧躲进了密室 刚一进屋富豪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询问泽海是不是有人来过 泽海赶紧说是窗外飘进来的花香 富豪听后信以为真 然后问起泽海对静屋的词怎么看 泽海表示认同警方判定的意外事故 但富豪却说不可能是意外 因为那把猎枪富豪平时爱护有加也非常了解 绝不可能炸糖 泽海说不是意外那可能就是自杀 却也被富豪否定 只子莫若服 静屋那种性格的顽固子弟 怎么可能自寻短见 所以富豪断定静屋肯定是被别人害死的 泽海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还好富豪将怀疑目光放在了川岛的身上 因为川岛陪富豪打猎多年 对枪械知识非常的熟悉 如果川岛想对那把枪动手脚简直轻而易举 听到这里的泽海悄悄松了口气 富豪让泽海盯紧川岛 并且坚定地说到无论是谁害死的静屋 被我发现都会亲手将他送进地狱 身在密室的泽子也听到了富豪的话 从而也对静屋的死产生了怀疑 因为这件事让泽子又回到了惊恐的状态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令他心惊 而这时泽海说要去静屋家收拾遗物 阿灵听到之后表示要跟泽海一起去 完全不顾泽子的阻拦 看着两人亲密的模样 泽子心里也更加难受 灵夫人说现在静屋死了 阿灵肯定会跟泽海在一起 泽子听后就要离开 却又被灵夫人说起静屋的事 灵夫人表示并没有怀疑过泽子 因为静屋的尸体是在湖中央发现的 而惧怕水面的泽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还宽为泽子放下过去 忘记父亲开车落水的伤痛 灵夫人果然在调查自己 这让泽子十分气愤 另一边的富豪却在跟私人医生询问 他这个年纪还能不能生孩子 因为静屋死后 富豪想再要一个孩子传宗接代 门口的川岛偷听到了屋内的谈话 同样基于财产的 他怎能让富豪再生孩子 随即开始跟富豪抹黑泽子 说怀疑泽子和医生有私情 因为当初是医生推荐泽子来的这里 富豪听后生气地将川岛赶了出去 狼狈的川岛反而非常高兴 因为他已经把怀疑的种子 种在了富豪心里 现在只需要等待种子开花就行了 果然到了晚上 富豪问起泽子和医生的关系 这属实让泽子摸不着头脑 富豪也没再继续追问 而是让泽子赶快和他生的孩子 泽子也被富豪突如其来的要求 弄得不知所措 隔天泽海跟阿玲收拾遗物的时候 阿玲意外发现了一封还没打开的信 信上的收件人明明写的是静武 可打开之后竟然是泽海的照片 在阿玲的追问之下 泽海也将两人互换身份玩乐的事情 向阿玲坦白 而那个叫上美的女人 也是因为静武才自杀的 得知了真相的阿玲 扑倒在了泽海的怀里 心里也再次充满了对泽海的爱意 得知此事后的泽子生气地质问泽海 当初是你说的要保守这个秘密 现在为什么又要告诉阿玲 泽海说现在静武已经死了 保守这个秘密也没有任何意义 泽子却认为泽海在这个时候告诉阿玲真相 是为了能够趁此机会跟阿玲在一起 泽海赶紧打断了泽子的话 并且提醒泽子小心隔墙有耳 但泽子却显得心烦意乱 泽海看出了泽子的异样上前询问 泽子说富豪要让自己给他生孩子 富豪还专门为此做了检查 泽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泽海却又开始给泽子洗脑 说到生孩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现在先走一步看一步 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富豪看出你的不情愿 可装完深情的泽海出门 就约了阿玲一起去看星星 泽子看到两人的背影觉得无比失落 回到房间看着那熟悉的地毯 再次想起静武惨死的画面 也回想起泽海说的话 他不知道泽海现在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心绪不宁的泽子来到船屋 看着小船上进屋的血迹 让泽子心中更加愧疚 他来这里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钱 从没想过要到害人性命这一步 正当泽子伤心的时候 一道黑影冲了进来 直接捂住了泽子的嘴 画面一转 神色慌张的泽子在厨房拿着食物跟水 厨师看到后有些不解 但泽子不予理睬直接离开 将食物送进去之后 再次出来的泽子还用铁链锁住了床屋的门 这一幕都被吓人看在眼里 回去的泽子直接被林夫人叫到了客厅 原来只是叫泽子来挑选衣服 看着琳琅满目的衣服 泽子也不由地挑选起来 这是一副皮手套映入泽子眼帘 突然间泽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慌张地跑了出去 而泽海刚要去跟阿玲看星星 却接到了泽子的电话 女人背着熟睡的丈夫涂上口红 悄悄来到了约定的密室 泽海早已在此等待 泽子直接开门见山 质问静吴的死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 泽海听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反问泽子是怎么察觉的 可当他得知很多人都知道猫头鹰的含义后 也就打消了自己的疑虑 但昨天的皮手套彻底让泽子明白一切 处理静吴尸体的那天 泽海很自然地从兜里拿出一副皮手套 可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季节谁会随身携带一副皮手套呢 除非这个人知道自己要处理尸体 而泽子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又对富豪旁敲侧击 得知那天富豪根本没有要提前回来的打算 这也说明泽海在说谎 目的就是为了把泽子骗回别墅 等着静吴上门威胁 听到这里泽海不由地赞叹泽子的心智 而后也不再伪装 讲起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因为泽子沉浸在富太太的生活无法自拔 甚至对两人的约定也不管 泽海觉得继续这样下去 等富豪死的那天 泽子也不会分给自己一分钱 所以为了巩固两人的合作关系 泽海想到了在静吴身上开刀的办法 在富豪跟静吴断绝关系的那天 泽海找到了静吴 蒙骗静吴说富豪已经立下了遗嘱 要将财产全都留给泽子 听到此话的静吴果然慌了 泽海趁机说出让静吴去要挟泽子的方法 然后泽海把泽子骗回了别墅 而后又将子弹动了手脚 确保在开枪的时候会炸糖 为了避免静吴第一枪就要打死泽子 泽海还提醒静吴 可以先打猫头鹰 因为那个猫头鹰对泽子很重要 将它击碎的话 泽子的心理防线也会崩溃 从而就会对你言听计从 之后在泽子遇事的门外 泽海最后对静吴加油打气 随后走到了门口静静等待 在枪响之后 假装刚赶来的样子跑到了泽子的房间 果不其然一切都如泽海所愿般的发生了 如今静吴已死 这样一来能让两人今后的遗产分的更多 二来也可以让泽海增添一张制约泽子的王牌 泽海对泽子的说法不知可否 还开始得意的说起整个计划的难点 那就是对子弹动手搅饰极难把控的量 因为量不够的话 诈不死尽无反倒更麻烦 泽子被泽海的冷血所震惊 随即威胁泽海要去报警 整件事情都是你策划的 而我也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并非共犯 却不知泽海已经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看着泽海拿出的那条手帕 泽子回想起那天扇他的大逼斗 原来是那个时候不小心掉落的 泽海说这条手帕上面还残留着杀害静吴时的火药味 估计是用来包裹火药的吧 泽子却反驳这么简单的栽赃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泽海却反驳到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呢 而且你跟静吴都是财产的继承人 平时关系本就不合 这么充分的杀人动机加上这个证据手帕 你认为警察会如何判定呢 泽子说那我也会拉你下水 因为尸体是你处理的 肯定也难辞其咎 然后泽海拿出了两人刚见面时泽子写下的那份约定 这封信原本说的是两人合谋富豪财产 但现在听起来更像是泽子为了寻求泽海帮忙处理尸体而写下的承诺 原来泽海从第一天开始就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也包括杀死静吴 泽子听后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打算 说着就要去自首 那样的话我丧失了继承权 你也得不到一分钱的财产 但泽海表示自己早就想到泽子会这么做 也表示自己手里还有其他方法能得到财产 此时的泽海也非常生气 最开始见你的时候 是你自己保证为了钱会放弃一切 我没想到你最后还是被情情爱爱所左右 不是因为你事情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你跟外面的那些女人没什么不同 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花瓶 要不然你就带着从富豪手里得到的那些小恩小惠远走高飞 要不然你就留下 跟我一起共谋财产 被心爱之人如此算计 此时的泽子已心如死灰 他缓缓来到湖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对水的恐惧让他昏倒在湖边 熟睡的富豪被窗外的雷声惊醒 发现泽子不在身边不由地担心起来 发动了所有人一起寻找 泽海不但不阻拦 反而将泽子的照片烧了个金光 惧怕水面而昏倒的泽子 看着被富豪派出来寻找自己的泽海 他心中坚定了复仇的信念 发誓要将泽海给他的伤害如数奉还 回到别墅后 面对富豪焦急地询问 泽子说晚上失眠所以出去散步 但没成想遇到了暴雨 所以就找了个地方避移 富豪对这个说法也没有怀疑 第二天面对泽海的询问 泽子说原本确实想一走了之 但看到了被雨水打湿的花朵 想到花会枯萎而人也终究会死去 其实行乐才是王道 但这需要大量的钱 所以我就回来了 泽海听后对泽子的说法心以为真 还高兴地称赞泽子终于觉悟 这时两人听见富豪训斥的声音 而跪着的人正是跟辣妹私奔的草泰 原来昨天泽子正是给草泰送去的事物 但不明真相的下人 以为泽子私藏了小白脸 所以联合川岛在夜里突袭船屋 竟发现船屋内的人正是草泰 虽然草泰跟下人都向富豪跪地求情 但川岛还是要把草泰送去警局 这时泽子及时出面制止了川岛 说到当初是自己纵容草泰私奔的 如果送到警局的话自己也有责任 富豪听后将草泰交给了泽子处置 泽子也拿来药箱给草泰处理受伤的右手 又从草泰的口中得知 当初他跟辣妹私奔后 两人很快就将钱财挥霍一空 而后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没过两天草泰就已经觉得厌倦 所以就又回到了别墅 泽子听后也对草泰的做法表示认可 而后开始对着草泰说着暧昧的话 草泰本就对泽子有爱慕之情 所以泽子三言两语就轻松俘获了草泰的心 突然进来的林夫人破坏了两人暧昧的气氛 草泰略显尴尬地走了出去 林夫人也并没有为难泽子的打算 反倒告诉了泽子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原来富豪始终坚信静无是被人害死的 所以特意花重金请来了打捞专家 是要打捞出那把沉入湖底的猎枪一探究竟 泽子听后赶紧找到泽海商量对策 可泽海似乎并不慌张 只见泽海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瓶神秘液体 这是一瓶穿墙毒药 只要每天在饭菜里滴上一滴 过不了多久 服用之人就会心脏骤停而死 而富豪不久前心脏也出现过问题 不出意外的话计划将会天衣无缝 原来泽海又要借刀杀人 泽子觉得非常恐惧 他来这里只是想涂财 从未想过要害人性命 但现在作与不作却不是他能决定 泽海的这番话 已经表明泽子跟他已经不是合作关系 而是悲催地沦为了泽海的工具 泽子回到房间犹豫不决 这时富豪传话让泽子去阳台见面 泽子随即来到了阳台 川岛直接开门见山 竟无死的那天 有人看到一个酷似泽子的人影回到了别墅 请解释一下 而泽子显然已经有了准备 说到我一整天都待在了东京的公寓 川岛多多逼人让泽子拿出证据 正当泽子陷入被动的时候 林夫人走过来替泽子做了证 那天我和泽子一起在公寓待了一整天 有了林夫人的作证富豪自然也信以为真 而林夫人此时又对着川岛打句道 这是你自己捏造来诬陷泽子的吧 川岛摆口莫辩只好匆匆离开 而泽子也明白了林夫人为什么要出手 此时的富豪也向泽子说出了心中所想 原来富豪认为静无是替自己当了替死鬼 那把动了手脚的枪是富豪自己的 现在也正是要开始打猎的季节 如果静无不托用那把枪 那死的肯定就是自己 所以我一定要将那个想杀害我的人揪出来 泽海听完累子的叙述也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追查已死之人有可能会不了了之 但富豪觉得是有人想加害自己 那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随即催促累子赶快动手 另一边川岛找到了林夫人 质问她为什么要帮累子说话 没想到林夫人反倒开始怀疑起川岛 因为林夫人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 最近富豪给静无的钱 都被川岛在其中吃了回口 所以静无的死对川岛而言是个好消息 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的曹泰听了个一清二楚 随后草泰主动把事情告诉了累子 来证明自己想追随累子的忠心 而累子也给了草泰梦寐以求的奖励 隔天累子来到厨房 以富豪健康为由说 以后要天天给富豪榨蔬菜汁 这时泽海近来支开了厨师和下人 而后对累子投去肯定的眼神 可还没等富豪有丝毫一样 另一边的打捞工作就抢先一步有了结果 那把炸糖的猎枪已经重点天日 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猎枪 富豪让别墅内的众人都过来辨认 泽海有些心虚地走到桌前 却一眼就发现了异常 富豪注意到了泽海的表情 随即开口询问 可泽海马上又装作没事发生 富豪随即吩咐川岛将猎枪送去警局鉴定 看看炸糖的原因究竟是人为还是意外 累子听后心里万分紧张 可泽海却若有所思 随后找到了打捞专家 在询问出猎枪的具体打捞位置以后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而后告诉累子可以放心了 因为打捞出来的猎枪是假的 不仅枪柄上的花纹对不上 就连打捞出来的位置也不对 很明显富豪被骗了 那个所谓的打捞专家伪造了一把面目全非的破烂 却骗了富豪整整三千万 可累子还是觉得顽固的富豪不会就此作罢 泽海却让他不用担心 没等到富豪查出真相 药效就会发作 另一边的富豪接到了一通电话 之后开始大发雷霆 就连闻声而来的累子都被打了出去 累子看富豪气愤的样子心中觉得不妙 回到房间握着药瓶 心中似乎有着自己的一盘大气 接下来去厨房下药的时候 累子故意让厨师看见药瓶 然后假装惊慌地将药瓶摔碎 然后跟厨师解释说只是一瓶维生素 这拙劣的演技果然引起了厨师的怀疑 之后累子将药瓶摔碎的事情告诉了泽海 不露声色地了解到毒药是泽海通过网络的方式购买 而另一边的富豪竟然也盯上了泽海 为了试探泽海会不会用枪 发话让泽海陪同自己去打猎 这时傻乎乎的川岛竟然还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陪同富豪 却迎来富豪厌恶的对待 看着气愤离去的富豪 林夫人讽刺川岛已经失宠 而累子借着这个机会也向川岛煽风点火 告诉川岛富豪已经知道你吃回扣的事情 还暗示他是泽海盗的命 所以富豪才会对你如此愤恨 到了晚上 富豪告诉累子打捞出来的枪是假的 累子惊讶富豪为什么知道此事 原来这一切都是富豪的计谋 他跟打捞专家合谋 故意拿来一把假枪 然后让众人上前辨认 被猎枪动了手脚的人自然会辨认出这把枪是假的 从而会露出一样的神情 而且打捞专家也告诉富豪 有人特意去向他询问了打捞猎枪的位置 但现在最担心的反倒是累子 他深知富豪的暴虐手段 如果泽海交代了一切 那自己也肯定难逃干系 随即也加快了自己的计划 另一边的泽海也隐隐感受到了风雨欲来的前兆 随即将一本自己珍藏的书籍交给阿玲 声称自己的房间潮湿不适合存房 让阿玲帮忙好好保存 果不其然 刚办完这件事的泽海就被富豪调了过去 可富豪竟对静吾的死之字不提 而是质问泽海 原本静吾账户里的五个亿现在却少了两亿 是你私吞了吧 泽海听后连忙否认 因为他对此事确实毫不知情 可富豪身边的川岛开始了添油加醋的诬陷 泽海心知肯定是川岛搞的鬼 心中怒气上涌跟川岛争论起来 但一旁的富豪却没有耐心 威胁泽海如果你自己承认 我有可能会放你一马 但如果你名完不灵 那我就只能将你送去警局 这时闻讯而来的泽子冲进了屋里 劝说富豪可以先去泽海的房间搜查一番 泽子的做法表面上是在为泽海求情 可实际上泽子是想借着搜查的机会 拿回自己在泽海手中的证据 可到了泽海房间 泽子拉开抽屉却发现里面空空如影 回头果然看见泽海楼出了得意的笑容 原来证据就在那本已经交给了阿灵的书里 这是泽海手中制约泽子的唯一王牌 他又怎敢放在这个处处藏着危机的别墅 此时川岛也在泽海的床下发现了大量现金 泽海一脸的难以置信 随后明白这肯定是川岛提前放好了的 可赶来的富豪却不听泽海的解释 如今赃款都翻了出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随后把泽海关到了船屋 听闻此事的阿灵焦急地找到泽子打听消息 还恳请泽子去找富豪替泽海求情 可泽子却奉劝阿灵放弃泽海 因为这个男人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么简单 你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可没成想阿灵说不了解泽海的人是你 而后开始讲起两人从小到大的各种经历 阿灵对泽海的爱也让泽子感到深深的嫉妒 随后阿灵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我对泽海的爱 而且我的爱也不会输给任何人 哪怕是你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此刻眼角留下的却是嫉妒和不甘的泪水 他嫉妒泽海和阿灵之间互有回报的爱 而不是像他一样被泽海无情的陷害栽赃甚至抛弃 而此时的泽海 已经被船屋内闷热的环境弄得快要崩溃 看着旁边曾摆放进屋尸体的小船 作案时的画面就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这也让他的精神更加恍惚 这时门外的锁头被人打开 撒进屋内的阳光让泽海睁不开眼睛 富豪缓缓走了进来 看着精神恍惚的泽海 看来是时候了 原来富豪打着泽海侵吞钱财的幌子 为的就是把泽海关进这里 等难以忍受的高温弄得他崩溃的时候 趁机询问静吴的死 因为富豪的手里没有证据 仅靠猜测他也不能百分百地确定 害死静吴的就是泽海 但富豪却小看了泽海的毅力和心智 泽海心中也猜到富豪只是怀疑自己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面对富豪咄咄咄逼人的询问 泽海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 就算面对富豪汹涌的怒火 泽海还是咬死不承认 因为他深知这时坚持不住才会真的晚 随着双手不断用力 男人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富豪心中一阵脚痛随即贪软倒地 缓过气来的泽海看着倒下的富豪 也赶紧上前查看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累子 也赶紧跑去给富豪服下药 泽海认为是毒药已经发挥了作用 而医生却说只是一次正常的轻微发病 经过这次事情 富豪也对泽海的怀疑稍有减少 毕竟在那么严厉的逼问之下 泽海始终都没有承认杀害静龙 而富豪也是想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 再让泽海偿命 毕竟他不想误杀了这个陪伴自己20年的秘书 随即吩咐累子盯紧泽海 不要让他跑了 然后抓紧时间寻找证据 累子心中刚松了口气 就被泽海叫过去质问 为什么我的房间会多出那么多现金 难道是你跟川岛联合起来对付我了吗 累子自然是不肯承认 泽海也再次警告累子 如果自己进了警局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交出我手中的证据 让你作为杀害静吴的凶手被捕 而证据你也不用再苦苦寻找 我放在了一个你永远不可能发现的地方 而累子今天也显得格外奇怪 望向泽海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 对着泽海缓缓说道 如果你现在说去自首 我会义无反顾地跟你一起去 可换来的却是泽海的这般回答 走出去的累子再也止不住眼中的泪水 他之所以这么伤心 是因为他的计划已经成熟 可到了能将泽海推入万丈深渊的时候 累子却总是忍不住回想起 两人一起看星星的那个夜晚 心存爱意和侥幸的累子 还是给了泽海最后的一次机会 但泽海却再一次地拒绝了他 那是生是死 是胜是负 就在今天了 随后累子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在给富豪下药的时候 故意将杯子放在了能反光的地方 确保厨师能够看到 果不其然厨师故意将累子的果汁打翻 给累子道歉的同时 还承诺会赶紧再到一杯给富豪送去 累子听后借机说道 不明真相的泽海刚将果汁端进屋里 就被不愿看到他的富豪一顿臭骂 累子也趁机走了进来接过果汁 然后趁两人争吵的时候 将毒药倒进去 富豪说泽海端进来的东西谁敢喝 泽海听后不愿意了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要害你啊 富豪接过果汁说 那你自己喝一口 你喝完我就喝 刚要伸手的泽海却被累子抢先一步 而后将果汁一饮而尽 还劝起了富豪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么相互怀疑 而后双眼一黑晕了过去 原来这就是累子的最后杀招 为了诬陷泽海毒害富豪的罪名 累子竟以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 而此时的他也陷入了中毒昏迷 随时都有领和犯的危险 富豪看到此警吩咐医护团队 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将妻子救活 而此时的草态也在累子的安排下 成功破解了泽海的电脑 从里面翻出来网上购买毒药的记录 川岛看后说到这就是泽海下毒的证据 富豪愤怒地冲进厨房质问泽海 可泽海连忙解释与自己无关 富豪哪听得了泽海的狡辩 一把将泽海按住就要给他做个双眼皮 幸好被身旁的众人及时拉开 这时下人进来通知累子醒了 这才分散了富豪的注意力 富豪回到房间看着虚弱的累子 无助地向他道歉 是你替我承受了这些 还好你没有事 我一定会让泽海付出代价 而此时的泽海已经百口莫辩千夫所指 只有阿灵坚定地认为泽海是无辜的 而这事泽海也反应过来 可当泽海要去质问累子的时候 却被门外的草态挡住了去路 之后面对警察的询问时 泽海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随后就不愿再多说什么 警察一时之间找不到物证 让调查陷入了僵局 正在两名警察苦恼的时候 泽海的快递正好送到了别墅 可打开快递之后 里面竟然只是一个牛魔王的玩偶 泽海说这是自己要送给阿灵的礼物 可阿灵收到之后却有些疑惑 警察询问是有什么不对的吗 这时阿灵突然想起来 泽海说过要送给自己一个礼物 当作我帮他保管书籍的回应 阿灵的自然反应 也让警察消除了对礼物的怀疑 另一边 正在赶饺子皮的厨师也悄悄地跟庸人说 自己曾多次碰到累子王果汁里加东西 而累子被厨师看到后 还慌张地将瓶子打碎了 虽然解释说只是一些普通的维生素 但看他紧张的表情应该并非这么简单 所以我将碎片收集起来交给川岛去化验了 可能很快就会有结果 而正在包饺子的庸人也说 刚才在洗累子衣服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瓶子 可当下人刚把药瓶掏出来 门口的警察就推门而入 累子也从昏迷中渐渐苏醒 他赢得了这场好赌 可现在唯一的难点是找不到物证给泽海定罪 累子听后想起泽海曾经说过 新的毒药两三天就会到火 随即询问庸人这两天有没有泽海的快递 可这是近来的阿玲打断了庸人要说的话 阿玲直接开门见山 问累子是不是喜欢泽海 累子没有回答 阿玲说因为我也喜欢泽海 所以我能从你的眼神里读出你对泽海的爱意 所以阿玲恳求累子看在这份爱意的面子上 替泽海出面作证 为此甚至向累子保证 如果泽海能够化险为夷 那他也将永远放弃自己的爱情 累子本就不像泽海那般心狠 走到如今地步也是做过无数次的心理建设 也给过泽海很多次机会 看着眼前痴情的阿玲 累子心中意软 随即答应阿玲可以试试 看着为此高兴不已的阿玲 累子嘴上不屑地嘲笑爱情的幼稚 可知幼稚的爱情何尝不是累子心中的期望 但还没等累子出面成亲 警察就已经找上了泽海 在交谈的过程中 警察也表示最开始怀疑的是累子 因为豪门太太为了争夺遗产而下毒的事情并不少见 而且同事从厨师口中得知累子 也在富豪的果汁里多次加入不明液体 但是经过检测累子家的这些不明液体 确实只是一些维生素 而且经过体检 富豪的身体内也没有任何毒素 所以我们才打消了对累子的怀疑 泽海听到这里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原来自己早已掉入了设计已久的圈套 此时不跑将再无机会 他一拳打倒了警察 随即锁上房门夺路而逃 富豪听到消息后怒不可遏 派遣大量人手开始搜山 势必要把泽海抓回来 累子听到消息后无比震惊 他想去寻找泽海 可虚弱的身体却让他立不从心 转眼三天过去了 可还是没有搜寻到泽海的踪迹 这状况就算累子出面作证 也没人会相信泽海了 林夫人说泽海到了现在这般处境 你就满意了吧 累子不至可否 说到这就算作是他的赎罪吧 林夫人看着沉默的累子 心中也猜到了大概 转眼间又过去了一天 警察也在窗外找到了累子丢弃的药品 终于找到物证的警察 也要对泽海发布通缉令 而累子也终于等来了泽海的电话 女人背着熟睡的丈夫来到地下室 吃力地推开一道暗门 男人果然在此等候 两人为了见面费尽心机 可刚一见面就开始相互讥讽 泽海说你早就想陷害我了吧 累子此时也不再隐瞒 跟泽海讲起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原来累子从未给富豪下过毒 而是准备了两瓶维生素伪装成毒药的样子 然后在厨师面前故意被发现 装作惊慌的将药瓶摔碎 引起厨师怀疑的同时 也能让泽海再次准备毒药 毫无察觉的泽海透露出毒药是在网上购买 而且还说明了具体到火的事件 之后累子便拿出了第二瓶假药 故技重施让厨师看到 不明真相的厨师紧张富豪安危 然后假装无心将果汁撞洒 累子借机说富豪找泽海有事 提议让泽海直接端给富豪 就这样一杯干净的果汁 被毫不知情的泽海端了进去 就在富豪跟泽海争执的时候 累子趁机将真正的毒药倒进了果汁 这时的累子也万分紧张 因为他也不知道喝下去之后还能否活命 但是他赌赢了 泽海端进来的果汁喝倒了累子 任他有事张嘴也说不清楚 在累子倒下之后 草太也终于破解开泽海电脑的密码 将购买毒药的记录交付豪看 唯一超出累子计划外的是 泽海新买的毒药不知去向 可这也无关紧要了 因为警察已经发现了累子丢出窗外的那瓶毒药 现在的泽海已经成了记录在案的通缉犯 可泽海威胁累子也别忘想全身而退 累子直接笑着说 你还想拿杀害进屋的证据要挟我吗 如果我坚持自己是被诬陷的 那警察会相信我这个受害者 还是会相信你这个要毒害富豪未遂的凶手呢 尤其是这次事情害我差点死掉 富豪认为是我帮他挡了一道 等到你揭发我的时候 富豪肯定不会相信 反而会站出来力挺我 无论你再怎么跟警察交代 也只不过是丧家之犬的乱叫罢 气急败坏的则喊无计可施 然后一把搂住累子 问他是不是爱上富豪了 然后想用渣男攻势解决问题 可累子却一把推开了他 然后拿出了事先藏好的猎枪 累子让泽海停止着无用的手段 因为我早已经放弃了幼稚的爱情 正是你教诲我的 泽海故意哄骗累子说他身后有个光头墙 然后不将武德出手偷袭 很快啊 猎枪就走火了 这时两人也清醒过来 奋不顾身地拥吻在一起 此时的他们找回了最真实的自己 可这一切都已经太迟 枪声惊醒了别墅内的所有人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累子焦急地让泽海快逃 就在泽海要逃出升天的时候 他停住脚步回头看向累子 然后奋不顾身地关上了密室的大门 这时众人也破门而入 这一次 泽海选择了爱情 也为了保护累子而牺牲自己 看着被戴上手铐的泽海 累子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时阿灵也冲了进来 直到现在他依旧选择相信泽海 而后深情地吻了上去 累子充满醋意地撇过头 却正好被富豪察觉 看着被带走的泽海阿灵跪地痛 林夫人上前将他搀扶起来 而阿灵也将这一切都算在了累子的头上 面对阿灵憎恨的目光 累子也毫不示弱地回应 之后累子来到湖边发呆 此时的他也不再惧怕水面 泽海也恳请警察让他跟累子道别 累子问泽海昨晚为什么不逃走 正要回答的泽海却被警察的催促打断 而后泽海在累子耳边敲声说道 阿灵笃定这件事情肯定另有隐情 所以来找累子要问个清楚 看到累子装傻充愣不愿回答 阿灵只好拿出那只牛魔王 原来泽海买的第二瓶毒药 果然就藏在其中 看着累子惊讶的表情 也验证了阿灵心中的猜想 可累子说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因为你喜欢泽海 所以幸福地蒙在鼓里 总好过痛苦地了解真相 可越是这样阿灵就越好奇 累子见状也只能答应 而后开始有选择性地讲述起来 从两人因为征婚短信而结识 到两人签署评分富豪财产协议 而后就是泽海指点累子 投其所好诱惑富豪 最后泽海极不可耐 让我下药毒死富豪 但我不想杀人 所以就干脆自己喝了那杯果汁 阿灵听后表示根本不行 泽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累子嘲笑阿灵的愚笨和天真 面气冲天的阿灵 给了累子一记大逼 累子也毫不留情地还了回去 阿灵说我很可怜你 为了钱竟然跟一个不爱的人交 累子对他的说法不置可谱 两个人一个为了钱能不顾一切 一个为了爱情可以抛弃所有 可很明显胜者是累子 因为累子的钱还在 可阿灵却得不到泽海了 刚出来的累子就遇到了 偷听一切的林夫人 林夫人现在是除了累子和泽海以外 唯一知道所有真相的人 但她没有去告发累子 反倒被累子的决心和勇气打动 而后说出了真心的祝约 隔天富豪送给累子一枚昂贵的钻截 累子顾名所以 原来是富豪为了庆祝泽海被定罪 从川岛的口中得知 泽海因杀人未遂被判八年 累子听后只能强颜欢笑 富豪还因为找不到 他杀害静无的证据而气愤 不然的话就能关他一辈子了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累子悄悄来到密室 一边品尝着美酒 一边欣赏那嘴炭夺目的钻截 还敢看泽海的房间真是暗无天日 难怪他那么喜欢看星星 他再次起身要去倒酒 却看到了泽海的星空灯 累子试着将其打开 如星光般的亮点洒满了屋子 他又想起了那个看星星的夜晚 可现在泽海却不会再回来了 就连这个阴暗狭小的地方 泽海都已经失去了 此时的累子不断安慰着自己 只要有了这钻石的光芒 又何必去寻求那普通的星星 此时的房门悄悄关上 富豪听见了累子的话却没有声张 好像在谋划着什么 隔天累子就和富豪准备去东京过冬 累子也彻底和过去告了别 然后来到东京开始了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这是一场只有女人的拍卖会 两个女人为了争夺和男人的约会权 不惜一掷千金 三百五十万 三百七十 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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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活动的组织者正是累子 就在刚刚 累子正享受着重心捧月般的带领 这时草太通知累子来了一位贵人 来源正是和累子许久未见的林夫人 这些年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此时见面自然非常喜悦 但这时林夫人说 自己在回来的飞机上遇到了一位 跟你四年未见的老夫人 所以就把她也一起带来了 而这人正是阿玲 这时身旁的富太太们竟然认出了阿玲 因为此时的阿玲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这些富太太们也最喜欢接触这些高雅人士 仿佛能提升自身的品味 而这也让阿玲抢了累子的风头 累子给草太头去眼神 随即草太宣布慈善拍卖正式开始 阿玲也对拍卖显得饶有兴趣 而当草太说出拍卖的压轴品 竟然是和小提亲手的约会劝时 台下的富婆明显来了精神 随即争先恐后的家家 阿玲为此感到愤怒和震惊 她认为这是借着慈善的名头去亵渎艺术 正当红衣女人以为志在必得的时候 而红衣女人显然不服 两人随即开始了一番较量 可无论红衣女人出价多少 阿玲都比她多出那么小小的几万块 这种举动虽然打败了红衣女人 但却激怒了累子 两人的每一轮交价都会引来众人的金子 可身为画家的阿玲怎么可能是累子的对手 最终累子以1500万赢得了这张约会券 还在众人的注视下将约会券送给了阿玲 当作是相隔四年再次重逢的礼物 可阿玲却指责累子在亵渎艺术 然后直接将约会券撕碎 晚上公寓内的珠宝琳琅满目 林夫人夸赞累子白天时的精彩表现 这时傅豪也来到公寓 傅豪问累子是不是忘了自己的家在哪了 原来当年累子从别墅离开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这四年来都是居住在东京的公寓 傅豪看着沙发的珠宝不禁感叹 看来我又要收到新的账单 这半年你已经花了两个亿了 而现在的累子已经毫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 随即富豪命令累子 周末要在别墅举行一年一度的抛洒鸽子弹活动 这四年你一次都没出席过 这次如果你还不来 我就不再为你支付任何账单 虽然累子很不情愿 但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决定回去一次 刚走到街上眼前的一个人就吸引了累子的目光 可当累子追上去的时候 却发现原来是认错了人 时隔四年 累子再次回到了别墅 看着窗台上摆放的猫头鹰 累子不禁回想起四年前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可当晚上累子入睡之后 一个人影推开了累子的房门 第二天累子醒来时 原本摆在这里四年都没人动的猫头鹰 却在自己回来的第一晚就不见了 这不禁让累子不寒而栗 累子不敢相信自己心中的猜测 但还是来到了泽海的房间查看 富豪问累子为什么来这 累子说原本来酒叫拿酒 听见这里有声音所以进来查看 而富豪看着泽海的房间 说出了一个让累子震惊的消息 没想到仅仅四年的时间 泽海就已经重见天日 累子想起四年前泽海说过的话 又想起那莫名消失的猫头鹰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不安 而另一边 阿灵正在精心布置房间 他朝思暮想了四年的男人 今天终于回来了 这时门铃声响起 阿灵激动地打开门 但却是同事来祝贺乔迁之喜 阿灵有些失望但还是热情接待 这时门铃再次响起 阿灵再一次激动地打开门 可竟然是快递 失望的阿灵刚要关门 那个朝思暮想的人终于出现 阿灵不顾一切地拥抱泽海 这一刻他足足等了四年 而后阿灵带泽海来到了不止好的房间 原来四年前泽海入狱 富豪下令将泽海的东西全都丢掉 是阿灵将这些东西细心保管 泽海也为此深受感动 但还是表达了要出去住的意思 可阿灵显然不会答应 他说自己现在是泽海的担保人 有义务了解泽海的动向 虽然嘴上答应 但泽海心里可能另有想法 翻看着当初交给阿灵保管的书籍 确保家层中的证据没被发现 看来是时候夺回一切了 阿灵刚为泽海契好了茶 但泽海就要出门 阿灵听后紧张地询问泽海去哪 泽海说只是单纯地去谈工作 临走时 阿灵将家里的钥匙交给泽海 还叮嘱他无论多晚都一定要回家 泽海明白阿灵其中的含义 他不希望泽海再次卷入别墅内的恩怨 但泽海真的能放下一切吗 晚上 别墅内灯火通明 富豪罕见地亲自在门口迎接宾客 因为即将要来一位重要的客人 就在这时 富豪口中的贵客如约而至 泽子和林夫人好奇这个男人的来头 随即向身边的川岛打听起来 川岛说那人叫见见 是个动动手指就能赚来几百亿的职业买手 随着众位宾客纷纷到齐 晚宴正式开始 富豪简单地做了开场白 而后泽子说道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 特意为大家准备了天上的星星 这也是每年晚会的固定节目 只见泽子抓起一把鸽子弹大小的钻石 而后开始肆意挥死 众人纷纷争抢一态进尸 就连那个据说动动手指就能赚几百亿的男人 也只是犹豫了片刻 而后也贪婪地弯下了腰 与此同时泽子将剩余的钻石一并泼了出去 众人也随之陷入疯狂 富豪看着间接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原本以为会有所不同 却没想到依旧是个可悲的男人 这也让富豪想起跟泽子第一次见面 泽子面对满地钻石不为所动 现在回想起来 富豪问泽子当时的隐忍 就是为了现在能当上抛洒钻石的人吧 可这时泽子的表情突然凝重 看着四年未见的泽海 富豪心中还是怒气难平 随即对泽海下了逐颗令 可这时间接赶了过来 说泽海是自己的合作伙伴 富豪跟间接接下来也要进行重要合作 所以也只能放弃对泽海的驱赶 泽海也以一种全新的身份跟姿态 再次站到了富豪和泽子的面前 还邀请泽子共舞 泽子不甘示弱地接受了邀请 看着眼前共舞的两人 富豪心中更加不悦 川岛看着眼前场景觉得不大对劲 随即劝说富豪放弃跟间接的合作 可富豪不甘心放弃巨大的利益 这时泽子也以休息为由挣脱了泽海的手 随后富豪也跟间接来到房间商量合作事宜 泽海趁此机会找到泽子 他再次跟泽子提起当初的约定 要跟泽子平分富豪的财产 可泽子却不屑地笑了 今时不同往日 那种约定也早就没了意 泽海听后威胁泽子 如果你执意如此 我也将会用我的手段夺回一切 泽子也警告泽海 别忘了你现在还在保时阶段 如果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可是要二进攻的 而这时大厅内却发生了乱子 一个男人手持利刃劫持了宾客 叫喊着被富豪害的家破人亡 让富豪出来见他 泽子见状让男人放了宾客 自己来当他的人质 可男人却失去理智 千军一发之际草胎冲了出来和男人扭打在一起 还为那名宾客挡下了致命一刀 男人发了疯似的还要对泽子动手 这时泽海及时赶到将男人打倒 宴会也在这次闹剧中草草结束 临走实践界跟富豪说 以后的合作事宜就由泽海全权负责 看着富豪气愤的模样 泽海露出了一抹笑意 另一边的泽子亲手为草泰包扎伤口 草泰的母亲责怪草泰乱出头 告诫他以后不要管这些闲事 这时被草泰救下的那名女子找到了草泰 说到明天会跟父母一起前来 感谢草泰的救命之恩 庸人一眼就认出她是柳园集团的大小姐 随即态度发生了180度大准面 深夜 万分担心的川岛再次找到了富豪 奉劝富豪不要跟剑界合作 剑界那个人的名声本来就很不好 而且现在还跟泽海勾搭在一起 明显就是有阴谋 可富豪却因为巨额的利益不顾一切 还生气地将川岛赶走 而这时类子也奉劝富豪 不要跟一个当初要害死你的人合作 但富豪却生气地问刚才跟泽海跳舞的感觉怎么样 说吧还生气地跟泽子比划起来 泽子说我现在永远不想再见到泽海 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所以希望富豪不要跟他们合作 可富豪却充耳不闻 而正如川岛跟泽子所言 间接跟泽海确实在谋划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建议勇为的男人为女人挡下一刀 没想到女人竟是柳氏集团的千金 隔天柳园特意前来感谢草泰 可草泰却不见人影 草泰的母亲热情迎接 看着眼前羞涩的柳园 千导演中仿佛看到了跨越阶级的曙光 看着柳园给草泰做的星星饼干 草泰竟显得不感兴趣 原来她已经沉浸在泽子的温柔香中无法自拔 而另一边 刚起床的泽海竟然又要出门 看着心爱的男人还是选择和泽子纠缠不清 阿玲将自己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 但她不介意泽海谋财下毒的过去 因为泽海已经为此赎罪四年 阿玲只是不希望重新回来的泽海再次卷入这场纷争 她也认为放下怨恨重新开始是对过去最好的赎罪 而且泽子这个女人 是会给别人带来不幸的狠角色 她怕泽海重蹈覆辙 但泽海说她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 不仅仅跟泽子 还有富豪 如果不做个了断 泽海就没办法重新开始 所以她恳请阿玲给自己一段时间将事情完成 之后她一定会回来跟阿玲厮守终生 随后便不顾阿玲的呼喊直接离开 之后的泽海跟建介一起来到了富豪的别墅 寒暄之后富豪刚要跟建介谈收购的事情 建介就借口说要出国 接下来的事宜就全都交给泽海办理 富豪虽然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奈何 而泽海也再次住进了别墅 但这次的身份却截然不同 他不再是那个被富豪呼来喝去的卑微管家 而是跟富豪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 意外的是泽海选择的办公地点 还是那个阴暗狭小的地下室 泽子说你大可以挑一个阳光明媚的屋子 但泽海却说这个屋子自己住了二十多年 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到安心 而且这里也有很多我跟我母亲的回忆 但泽子却认为正是这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滋生了泽海对钱的渴望和对富豪的恨 所以你才选择回到了这里 可泽海却笑了出来 然后拿出了泽子的猫头鹰 原来那天夜里去泽子卧室的正是泽海 而之所以能够顺利溜进别墅 也正是因为那间连通外界和别墅内部的密室 也是咱们两个留有羁绊的地方 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房间 泽子将猫头鹰重新放回窗台 脑中也回忆起四年前的场景 深夜的泽海回到了阿灵家 而阿灵也在等待着泽海 阿灵为泽海的选择做出了让渡 同意泽海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 阿灵给泽海三个月的时间 让泽海了结跟泽子的恩怨纠葛 然后回到他的身边和他结婚 两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泽海也为阿灵的做法而感动 随即答应下来 而阿灵自然不会傻傻地干等 他要为泽海铸上一臂之力 隔天泽子已不想看见泽海 为由要去东京生活 刚出去的泽子碰到了林夫人 林夫人也告诉泽子一个 让他惊讶的消息 在泽海想算计富豪的同时 富豪也同样在算计着泽海 这也是富豪一意孤行 要跟泽海合作的原因 林夫人还说很看好 这次卷土重来的泽海 而泽子却觉得富豪胜算更大 转头刚一出门 就碰到了刚要进门的阿灵 阿灵为了勾起泽子的嫉妒 故意说出自己正在跟泽海同居 还反问道泽海没跟你说吗 泽子却显得毫不知情 两人气氛非常诡异 夹在中间的林夫人吓得不敢说话 这时泽海走了过来 向泽子和林夫人说出 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 泽海说完观察起泽子的反应 可泽子却显得非常平静 但回到房间之后 泽子明显被泽海的订婚扰乱心神 看着手中的猫头鹰 泽子已询问 想要什么结婚礼物的借口 找到了泽海 面对泽海肯定地回答 泽子说那你现在应该赶紧走 因为富豪同样也在对你虎视眈眈 他想要将你彻底击垮 但泽海却显得信心十足 既然这样那就看我们谁胜谁负 看着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泽海 泽子也不愿再与其过多交流 另一边的柳源在此来到别墅找到草苔 还在一次亲手为草苔做了饼干 为了缓解尴尬 柳源主动寻找话题 说到我家的别墅景色就没这里的好 都被树木挡住了 但是我家在夏威夷的别墅还不错 离大海近在咫尺 每到圣诞节我就会飞到夏威夷去多住几天 反问草苔圣诞节都干些什么 直男草苔说到圣诞节会陪泽子参加晚宴 而此时泽子也来找草苔告别 泽子说自己先回东京了 让草苔不用着急先在这里好好养伤 可草苔明显不愿意离开泽子 匆匆跟柳源道别后朝泽子追了过去 只剩柳源一个人暗自身上 而泽子同样也在为泽海订婚而伤心 幸好身边还有草太安慰 但深夜的泽子还是久久不能入睡 脑中回想起四年前跟泽海不顾一切的拥吻 而另一边的泽海也走进了密室 看着熟悉的场景 心中也不禁想起了泽子 这一晚泽子都在不安和噩梦中布 隔天一早就被电话吵醒 而电话那头的人竟然是阿玲 水火不容的情敌竟邀请女人到家中做客 虽然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疏人不疏阵 女人还是一番打扮如气赋约 阿玲表面热情好渴 但口中却三句话不离泽海 无不透露着她跟泽海的甜蜜 还故意把泽海一个人的房间 说成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居住的卧室 而且还把泽海的照片放在醒目的位置 泽子果不其然被泽海的照片吸引 看着满屋子的甜蜜痕迹 泽子又怎能压制住内心的足夷 但这也正好中了阿玲的圈套 她要做的就是扰乱泽子的心智 然后让泽海能够更加顺利地对付她和富豪 晚上的泽子回到别墅 独自走进密室打开了泽海的星空灯 正当她暗自神伤的时候 泽海却意外走了进来 看着眼前场景 询问泽子是不是还喜欢她 是不是一看到星星 就会想起她 泽子让泽海别再自作多情 我现在一看到星星 就会想起你的欺骗和背叛 也就能更加坚定我的心智 而且在这微弱星光的衬托下 才能更加显现出钻石的闪耀 而后反问泽海这四年有没有想过自己 听到这里泽子的内心再次动摇 看着越靠越近的泽海 泽子也闭上了双眼 但很快泽子就清醒过来 而后泽子一针见血地质问泽海 你口中对我的想念 其实是对我日思夜想的怨恨吧 恨我对你的栽赃陷害 泽海对此说法表示不置可否 但泽海表示始终认为泽子是最好的搭档 而后提出跟泽子再次联手 两人合力然后快速榨干富豪的财产 但他却小看了泽子的心智 而后泽子将自己的衣服撕坏 警告泽海如果再动手动脚的话 我就会告你飞里 还在保释期的你可经不住这种罪名 晚上泽子跟林夫人在床上喝着红酒 泽子给林夫人讲述刚才和泽海发生的事情 突然泽子脑中灵光一闪 既然泽海想再次用情感攻势欺骗自己的话 那我何不将计就计 而后趁机将泽海彻底轰出别墅呢 但林夫人又说这种做法很危险 毕竟一不小心动了真感情就会沦为输家 泽子却表示自己不会重蹈覆辙 而且这一次 他要将青刀的阿灵也拉下水 这个男人能恨的你牙根只养 面对附加千金的芳心暗许 他竟然不为所动 这可把他的母亲急得够强 跨越阶级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遇到 此时把握不住肯定会遗憾终生 所以他请求川岛出面劝劝草泰 川岛随即答应下来 而后找到草泰问他会不会划船 面对一头雾水的草泰 川岛解释道 其实划船就像人生 努力的挥奖固然重要 但适时的观察水流抓住机会 却是至甚关键 你每天跟在类子的屁股后面 能得到什么 如果跟柳源结了婚 你就会尝到人生赢家的滋味 也能体会到方块三秒 变大老二的快感 但草泰似乎并不灵奇 气愤的川岛说 如果不是你母亲让我开导你 我根本不想管你这根熊 这时柳源竟然找不过来 川岛说你正好跟柳源小姐 一起去划船吧 顺便学习一下如何观察水流 另一边 类子也正精心地谋密计划 他邀请阿玲和泽海来别墅参加晚宴 美名其约为两人的订婚庆祝 但就餐途中 他和川岛对泽海明朝暗讽 还说出了阿玲母亲 因为不同意两人的婚事而病毒 虽然泽海表面不露声色 但这肯定能触及到他内心的自尊 放后泽海抓住机会按住类子 警告他不要将阿玲拖下水 类子表示既然阿玲是你的未婚妻 那想让他躲过这趟混水的办法 就是你俩彻底在我眼前消失 不然他想独善其身可就难了 这时草泰赶了过来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草泰警告泽海不要招惹类子 可草泰哪是泽海的对手 三言两语就被泽海奚落得无法还口 川岛看见此景 也适时地再次提醒草泰 但草泰依旧不领情 犯后阿玲也跟富豪说 自己即将要为新书进行签售会 富豪却询问 亲笔签名的书能涨价吗 阿玲说艺术作品 哪能用金钱来衡量 这时泽子拿着相机跑过来 难得大家相聚 趁此机会合张影吧 可此时的阿玲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张荚泽海的合照 将会成为制约他的关键武器 阿玲的新书刚发售就被一扫空 但竟没有一位粉丝来找他签名 只有他自己冷清地坐在这里 好不容易等来一位大叔 可竟然是询问阿玲厕所在哪 正当他为此失落的时候 泽子抱着一束花来到了阿玲面前 恭喜他新书畅销的同时 还索要了签名 这时阿玲的助手跑过来 正当阿玲和助手苦思不紧的时候 泽子恍然大悟地说道 阿玲生气地质问泽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 泽子说当然是喜欢你写的书 所以我才要鼎力支持你的创作 而且我还准备把书 送到村东头的厕所 让他们误尽其用 自己苦心撰写的作品 竟然被泽子如此践踏 虽然阿玲愤怒且伤心 可出版社却不管这些 追逐阿玲尽快推出下一部作品 另一边的泽子回到公寓 草太不解地询问 为什么要买断阿玲的书 泽子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可没想到花音刚落 泽海就前来心事问罪 泽子却假装无辜地说道 我这也是对阿玲的支持啊 而且今后 无论阿玲发布什么作品 我都会照单全收 外界的人永远没机会 看到阿玲的任何作品 如果阿玲觉得接受不了 那还是趁早别当作假了 而且他说过 为了你可以放弃一切 就趁这个机会 向我好好证明吧 他会不会为了爱情 放弃创作之路 说罢就让泽海赶紧走 自己要跟草太过二人世界了 泽海看后警告草太 跟泽子走得太近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草太却认为 这是泽海对他的嫉妒 泽海说嫉妒的 应该另有其人吧 对阿玲的嫉妒 都快写在脸上了 果不其然 泽海的话让泽子心情全无 随即跟草太下令 不用将这些书 送到村里的厕所了 直接烧了吧 可草太却看出 泽子和泽海的关系不一般 询问四年前 泽子跟泽海到底发生了什么 泽子含糊的回答 也让草太伤心不已 而后也回想起 川岛说过的话 出版社对困境中的 阿玲出手相助 加班加点地 印出一批新书 准备让阿玲重新 开一次签售会 而且为了防止 被泽子买断 这次签售会 将会是现场的形式 而且美元也限定购买数量 阿玲听后也觉得办法可行 但她浑然不知 更大的危险 正悄悄靠近 泽子从林夫人口中 得知阿玲的叔叔 正在竞选议员 看着手中的照片 泽子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到了签售会当天 一切环节都如期进行 正当阿玲为此感到庆幸的时候 一名男子走到了阿玲面前 询问阿玲上面 写的是否属实 还没等阿玲反应过来 蜂拥而至的记者 便将她团团围组 泽子买通所有记者 大肆报道阿玲和保释 犯定婚的消息 此时的阿玲家 已经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正当阿玲不知所措的时候 泽海赶了回来 刚将阿玲的情绪缓和下来 竟然又接到了阿玲父母 要跟他断绝关系的电话 泽海终于忍无可忍 而后愤怒地找到泽子 可泽子并不打算承认 这是自己所为 泽海听后显然不醒 生气地跟泽子说道 泽子说既然如此 那你就跟阿玲取消婚约吧 或者就是你跟阿玲彻底消失 那样的话 我会想办法将这次的事情压下来 看着铁的心 要独自霸占财产的泽子 泽海愤怒地提醒他 别忘了你今天得到的一切 都是拜我所赐 可没想到泽子 竟然一个转身搂住泽海 而后泽子一反常态 说只是不想看到你跟阿玲结婚 泽子的表白 也让房间的氛围变得暧昧 可就在这时草胎突然闯了进来 泽海故作镇定起身离开 泽子面对草胎的质问 解释到只是逢场作戏 但草胎根本不愿相信 而后搂住泽子就要跟他亲热 泽子一把推开了草胎 可这一举动让草胎更加伤心 随后不由分说地跑出了公寓 而另一边的阿玲 也迎来了人生中的至爱时刻 因为这次事情 出版社要将新书的发布时间 无限期延长 与此同时房东也找到了他 表示不能接受房子里 竟然住着一个宝石帆 给阿玲一个月的时间 将房子腾出来 正当阿玲束手无策的时候 泽子及时赶到 随随便便拿了200万 给房东当作补偿金 强大的超能力 让房东立马闭嘴抖人 此时傻乎乎的阿玲 还在跟泽子道歉 但泽子反问阿玲 如今的你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工作 甚至现在连居住的房子 都要靠我才能保住 你现在还依旧坚持 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一切吗 阿玲说泽子是 嫉妒自己的爱情和生活 也是心里的嫉妒 让你想毁掉我的一切 泽子也对此说法表示认可 但泽子认为 大大方方地取得到自己想要的 总比你这种假装倾刀的要好 另一边 为了尽快得到富豪的财产 见见和泽海 泽海也想到了对付富豪的办法 川岛急匆匆地跟富豪汇报 公司股票突然被人恶意买断 富豪听后怒不可遏 吩咐川岛赶紧查明情况 但川岛办事不力 富豪非常恼怒 这时泽海走了进来 说到通过某种渠道 查明买断股票的是海外势力 建议富豪应该立马做出反击 富豪当即同意泽海的做法 但这更加显现了川岛的无能 随后出去的泽海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这一幕正好被林夫人看到 林夫人随即找到泽子 猜测这次买断风波的幕后黑手 应该就是泽海 但泽子却说泽海没有这等实力 林夫人提醒泽子 不要忘了泽海的背后还有见解 她可是一个专业的买手 果然也如林夫人所料 这次事情正是泽海跟见解谋划的 回到房间的泽海 却想起了昨天泽子说过的话 但很快她便清醒过 现在当务之急 是尽快将富豪的财产弄到手 与此同时湖边的船屋内 草泰正在交流员划船 泽子对她的漠视和背叛 也让她对泽子伤了心 而后也开始清醒地 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随着草泰渐渐开始的肢体接触 让房间内的气氛逐渐升温 柳源有些羞涩地 接受了草泰的亲吻 可到了最后时刻 柳源还是清醒过来 草泰觉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 随后回到了别墅内 却正好看到了神情紧张的泽子 看到泽子悄悄走进了泽海的房间 这也让草泰更加确信 他们两人之间肯定不简单 房间内 泽子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泽海策划的 还提出想跟泽海联手的提议 但泽海却失口否认 泽子见状用起了温情的戏码 就当泽海马上中计的时候 一阵电话铃声将两人的气氛打断 打来电话的正是阿玲 泽海询问是不是媒体又报道了什么 但阿玲却说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泽海不想让泽子旁听 随即打开了密室门走了进去 而就在泽海刚进到密室之后 间接就来到了房间找泽海 看着房间内没有泽海的身影 只有一个自己垂涎已久的泽子 间接不由的色星大气 而泽子也并非善差 正好借此机会看看泽海会如何选择 泽海本不想暴露这间密室 但听着泽子绝望的呼声也管不了那么多 可刚要冲出去的时候 草泰竟然抢先一步冲了进去 虽然瘦弱的草泰不是间接的对手 但也影响了间接的雅兴 而后也只能匆匆离开 泽子紧张地询问草泰有没有事 但草泰却奇怪 明明在房间的泽海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泽子听后含糊其词地将草泰拉了出去 另一边的林夫人为了富豪不被间接坑海 也在不断暗示富豪买断的事情跟间接有关 可间接知道林夫人只是猜测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但川岛的出现却让她笑不出来 经过查证 买断股票的海外势力正是出自间接名下 看着泽海及时赶到 间接慌张地让泽海帮忙解释 但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泽海的铁拳 而后泽海将证据扔在间接脸上 间接看着泽海的背叛 也提醒富豪要小心泽海 因为他时刻都在寄予你的财产 泽海为了赎罪 主动承诺会帮富豪挽回此次的损失 而后泽海回到房间连夜奋战 最终也成功地帮富豪止了损 油然而生的成就感也让泽海高兴地手舞足蹈 泽子问他为什么要揭露间接的阴谋 泽海说因为他欺负你的时候 我就在隔壁不能出来 这种负罪感让我讨厌现在的自己 可泽子显然不幸 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泽海 当初能毫不犹豫地让我嫁给富豪 怎么现在开始关心起我的清白了 泽子说着就开始对泽海动手动脚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进来的阿玲看到 面对阿玲伤心的质问 泽子毫不慌张反而挖苦阿玲 气愤的阿玲转身离去 泽海质问泽子是不是早就知道阿玲会来 泽子听着泽海的恶语相向 伤心的情绪溢于言表 泽海追回家里跟阿玲解释 阿玲一把抱住泽海 她是因为恐惧所以愤怒 她怕泽子会夺走泽海的心 看着怀里伤心的阿玲 泽海跟阿玲保证 三个月后她将会了结这一切 然后回到这里跟阿玲厮守终生 隔天 力挽狂澜的泽海受到了富豪的赞赏 同时也再次赢得了富豪的信愿 但泽海出门后的诡异笑容 说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泽子来船屋寻找草泰 却看到了也在此等待的柳源 原来是草泰跟柳源约好了要一起划船 泽子听后也不便打扰 可柳源却叫住了她 柳源也能看出草泰对泽子的用心 所以询问泽子草泰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听到泽子否定的回答 柳源悄悄松了口气 随后说道就算草泰有喜欢的人 我也不会认输的 这明显是把泽子当成了情敌 看着柳源羞涩但坚定的眼神 泽子真心地祝愿她跟草泰能凑成一对 随后的泽子向林夫人说起此事 原来林夫人早就知道柳源喜欢草泰的事情 但让林夫人不解的是 川岛为什么也希望草泰能攀上柳氏集团 她一向不会管这些闲事 就在这时阿玲突然拜访 不仅将上次的两百万还给泽子 还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为了跟泽海在一起 她已经决定放弃所有 并且他们近期就会领证 泽子听后难掩惊讶的神情 但随后便掩饰下来 并且说这两百万就当作我的礼金 但阿玲却将钱又塞回泽子手中 泽子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泽子嘲笑她像是童话里的公主 对钱财的过度贬低 是因为她根本不理解生活疾苦 随即把钱扔给她直接离去 可一出门就碰见了回来的泽海 刚要上楼的泽子就碰到了富豪 泽子因为泽海的事情心烦意乱 随即跟富豪说想回东京生活 富豪却突然拉住了泽子的手 难以想象富豪心中会是何等感受 隔天 心灰意冷的泽子刚要出门 突然一个气球滚到了泽子脚下 泽子抬头看去 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正盯着泽子手中的气球 泽子走上前去询问 女孩有些害羞地跑开了 与此同时 泽海向富豪汇报 恼羞成怒地间接找了其他势力要来对付你 但安慰富豪不要担心 自己已经想出了应对之策 富豪听后也让泽海今后继续为他做事 泽海心中求之不得随即答应下来 可刚接受了富豪的邀请 泽海就接到了渐渐的电话 原来这一切都是渐渐和泽海的苦肉节 千金小姐决心嫁给穷小子 为此还迫切地找到泽子让他帮忙说美 泽子看着真诚的柳园门口答应下来 为了两人的婚事 泽子只能在此回到别墅 林夫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泽子 别墅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而这时庸人也领着一位小女孩走过来 泽子显得有些惊讶 因为她一眼就认出这正是那天在别墅门口见到的小女孩 林夫人说小女孩是厨师的孙女 不久前小女孩的父母意外去世 小小年纪的她就住进了孤儿院 小女孩的经历也让泽子想起了自己的悲惨过往 但林夫人却说了一个让泽子感到意外的事情 原来去孤儿院寻找到女孩的人正是泽海 但无力不起早的泽海为什么会如此帮厨师效力 这不禁让泽子产生怀疑 但之后在询问厨师的时候 厨师一番详细的说明也让泽子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泽子回到房间 竟然看见泽海正在跟富豪下棋 跟泽海走得这么紧 富豪却反问泽子 为什么你跟泽海的棋路那么相似 就像是他教会你下棋了一样 泽子滴水不漏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对手都是你 你在下棋时有着固定的弱点 所以赢你的方法也会变得相似 最后泽子调转话锋 说你现在这么信任泽海 难道是忘了他当初想要害死你吗 而这一切都已经被泽海监听得一清二楚 到了晚上 泽子跟泽海不期而遇 泽子问泽海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不然你这种唯力是图的人 怎么可能大费周章地帮助厨师寻亲 泽海也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厨师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 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走势的情人 所以自己才会帮助厨师寻找他的孙女 泽子听后显得有些惊讶 不仅惊讶厨师得了重饼 也感叹原来泽海竟然也有这么善良的一面 随后泽子也祝福泽海 希望他不要再想着歪门邪道的事情 好好跟阿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隔天 得知了小女孩的事情并无猫腻 泽子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戒心 陪着小女孩开心地玩耍 看着眼前场景 川岛不禁羡慕其有钱人无忧无虑的生活 泽海听后也抓住机会向川岛抛出橄榄枝 他邀请川岛一起合作扳倒富豪 而后许诺会让川岛坐上富豪的位置 虽然川岛嘴里说着考虑一下 但泽海看到了他已经动摇的内心 与此同时 泽子知道草太这样跟着自己是不会有结果的 他希望草太能抓住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可草太心里还是放不下泽子 但泽子却说人的机遇转瞬即逝 希望草太能够好好考虑 可刚出房间的泽子就看到了偷听的泽海 泽子也没有理会静止走开 这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了泽子面前 此时的道路一片光明 正当泽子要向光而行的时候 泽子还是不忍心看了一眼深处黑暗中的泽海 也正是这片刻的犹豫 明亮的阳光转瞬即逝 前路又已经变成了一片黑暗 这是我见过最差的女人 为了炫耀自己的胜利 竟邀请秦迪来给自己当证婚人 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而失落的泽子又被草太纠缠不朽 这一幕也恰巧被草太的母亲撞见 草太的母亲以此威胁泽子 想让富豪收草太做养子 然后体面地迎娶柳元 泽子害怕丑事被富豪制导 只能点头答应 另一边 好事将近的两人即将办理结婚登记 阿玲也向泽海索要户口本 但泽海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 回到房间的泽海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泽子 这时泽海接到一通电话 原来是草太对泽子不死心 约泽海出来见面谈判 草太直接开门见山 质问他跟泽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四年来草太跟泽子关系非常恩爱 但自从泽海回到别墅 草太就发觉泽子开始冷落自己 可草太越是焦急地询问 泽海就越是要掉他的胃口 还嘲笑草太又傻又天真 泽子及时出现喝止了草太 为了不让草太蹚进这滩浑水 他已经决定要彻底伤害草太的心 草太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替代泽海的工具人 心灰意冷地正要离开 却没想到被泽子叫主 泽海觉得没必要如此伤害草太 泽子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彻底忘记自己 而事实也果然如泽子所料 草太为了报复泽子转身接受了柳元的爱意 不仅如此草太还直接向柳元求婚 草太的母亲听后提醒泽子不要忘记了她的承诺 泽子随即找到富豪 告诉他草太向柳元求婚的事情 并且希望富豪能收草太作为养子 因为柳氏集团是咱们公司的大股东 如果这样的话 联姻的两家也算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但顽固的富豪却勃然大怒 认为草太只是庸人的儿子 没资格当自己的养子 而这一切也被泽海偷听得一清二楚 如果富豪拉拢了柳氏集团 那他的地位将更难撼动 泽海随即找到了已经同意合作的川岛 并且让他想办法 不要让富豪跟柳氏集团扯上关系 川岛听后竟然信心满满的承诺 草太肯定不会站在富豪那边 但富豪此时也反应过来 这可是个跟柳氏打下牢固关系的好机会 随即表示自己同意收草太为养子 还催促类子尽快安排两家人见面 敲定结婚事宜 可正当两家人商量着结婚的事情时 富豪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公司客户信息竟然大量泄露 这让富豪又惊又怒 随即吩咐川岛赶紧查明原因挽回损失 可到了晚上川岛还是毫无头绪 眼看公司口碑正在急速下滑 富豪愤怒地发泄情绪 果不其然 隔天信息泄露的丑闻就登上了报纸头条 公司股票也在疯狂下跌 富豪还为川岛吃缓的办事能力所挠呢 殊不知此时的川岛正在跟泽海悄悄庆祝 原来这一切都是两人谋划好的阴谋 泽海用泄露客户信息的方法 让公司口碑迅速下滑 股票随之崩盘 这样的后果必然会引起各位股东的不满 这时川岛出面动员各位股东召开股东大会罢免富豪 这样以来就可以彻底将富豪推进深渊 但就在这时 门口的响动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原来是草泰在门口偷听 两人将草泰拉进屋内 愤怒的草泰没想到川岛竟然会背叛富豪 说着就要去揭发两人的阴谋 但泽海却说现在公司股票大跌 一切已成定局 还让草泰加入他们的阵营 但年轻的草泰刚正不论 执意不与两人同流合污 但刚要出门却被穿倒一把拉筑 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仅如此 另一边的泪子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电话中的女人约泪子出来见面 而约见泪子的正是四年前为靖吴自杀的上美 泽海的王牌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四年前泽海撒谎说上美已经去世 可事实上上美并没死成 不仅如此 他还怀了靖吴的孩子 原来这就是泽海最后的王牌 靖吴的孩子 富豪的孙子 百亿资产的法定继承人 泪子难掩心中惊讶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询问上美孩子现在在哪 但上美却说孩子刚出生不久 靖吴就请了律师将孩子从上美身边夺走 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泪子愤怒地约见泽海 直接开门见商问现在孩子的下落 还说当初是你用靖吴的名义 请律师将孩子夺走的吧 毕竟按时间推算 孩子出生的时候 靖吴已经死了很久了 知道上美怀孕的事情也只有你 可泽海却对此事失口否认 泪子知道泽海死鸭子嘴咽 但泽海就是不承认泪子也拿他没办法 随即也表明了自己会斗争到底的态度 只要我一天没输 你就永远不会赢 而另一边 自从上次发现泽海在房间里莫名消失 草太就对泽海的房间产生了怀疑 草太来到泽海的房间想质问此事 但此时的泽海正在密室监听着富豪的谈话 听到草太出去时的关门声 泽海摘下耳机出去查看 一番观察觉得并无异样后 泽海又回到了房间 殊不知这一幕也正被躲在暗处的草太近收眼底 等到隔天泽海回到阿灵家的时候 草太趁机溜进泽海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 可还是没有找到密室的位置 正当草太将散落的书籍归位的时候 墙壁竟然轻微移动了一下 草太用力将墙壁推开 别有洞天的密室出现在草太眼前 正当草太为此惊讶的时候 来找泽海的富豪竟然也凑巧赶了过来 看着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别墅竟然还有这种密室 富豪非常生气 然后警告草太不要声张 他要亲手揪出泽海的狐狸尾巴 而此时的泽子却毫不知情 还在跟林夫人讲述竟无有孩子的事情 泽子显得非常担忧 如果等到泽海所有计划都失败的时候 他一定会利用那个孩子来争夺富豪的财产 那样的话对泽子来说将会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死局 看到精灵的林夫人愿意伸出援手 泽子也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另一边 回到阿灵家的泽海竟然发现自己的书架被人动过 那本加着泽子证据的书竟然不翼而飞 阿灵听到声音后走了进来 原来那本书被阿灵拿去参考了 泽海慌忙地跑到阿灵房间 看着加层内的证据安然无恙心中也松了口气 面对阿灵不解的询问 泽海也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 但看着又将书接过去的阿灵 心中还是有些担忧 果然秘密的唯一价值就是等着被人发现 就在泽子帮忙照顾百乡的时候 无意间翻看到厨师女儿的照片 竟发现厨师真正的外孙是个男孩 那眼前这个小女孩又是谁呢 泽子怀疑小女孩就是富豪的孙女 也是泽海的最终王牌 为了验证心中猜想 泽子找到厨师打探口风 但厨师已经跟泽海同意口径 始终坚持小女孩就是自己的孙女 泽子见状只能无功而返 之后厨师回到屋内不自觉地翻出自己真正孙子的照片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泽子捕捉 他已经确信了心中猜想 而另一边 阿灵也看到了泽海的户籍信息 难怪之前的泽海一直拖延 不肯拿出户籍信息登记结婚 原来泽海已经收了小女孩做养女 而小女孩亲生父亲那里赫然写着禁屋二字 泽海看到秘密泄露 终于无所顾忌地露出丑恶的嘴脸 阿灵用不顾一切的爱和勇气 最后竟落得一场空 回到别墅的泽海一场 既然王牌已经提前被发现 那他就要将这张牌打到最后 富豪让泽海将小女孩还给自己 泽海表示同意 但却是有条件的 富豪问你要多少 一亿还是两个 泽海听后笑出了声音 泽子说他至少想让你财产的一半 泽海说现在我是小女孩的养父 就算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等富豪死后 我都能顺顺利利得到你的一半财产 所以你现在让我把小女孩还给你 我要的就是你财产的全部 但是出于人道主义 这个别墅跟今生不愁吃喝的钱 还是可以留给你们的 不仅如此 泽海还有第二个条件 那就是希望富豪能跟泽子离婚 是选择血脉相连的亲人 还是选择自己的结发妻子 泽海让富豪好好考虑一下 之后的泽子趁泽海不备 将小女孩带到湖边 泽海听闻小女孩不见后 慌忙地开始寻找 到了湖边却只看到了小女孩的娃娃 就在泽海感到大事不妙的时候 泽子竟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而小女孩也安然无恙 原来就在泽子要推翻小船的时候 脑中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溺水经历 她无法让眼前这个无辜的孩子受此不信 所以选择了放弃 泽海说泽子已经输了 泽子坦然承认 泽子找到富豪 富豪果然也选择了自己的血脉之气 泽子微笑着和富豪做了道别 隔天 泽子已经悄然离去 只留下那张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 还有那只象征泽子幸福的猫头鹰 林夫人得知泽子已经离开的消息 愤怒地找到泽海理论 林夫人痛斥泽海手段的狠辣 因为泽子至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泽海的善意 当初泽子喝下那杯毒药 就是为了既不想害死富豪 也不想让泽海一错再错 可泽海却反驳林夫人 说泽子陷害她整整坐了四年牢 林夫人说泽子也同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为喝了那杯毒药 导致泽子这辈子都不能怀孕 另一边的泽子再次回到了那个狭小的房间 脑中却都是跟泽海在这里聊天时的场景 虽然富贵梦已经破灭 但泽子的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中间发现了泽海藏在书中的秘密 看着充满火药味的手帕 还有那约定平分富豪财产的心意 阿林开始怀疑静如并非死于意外 阿林将这些证据送到了富豪面前 同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怀疑 果不其然富豪也将矛头对准了泽子 而后泽子在回公寓收拾衣物的时候 被等候多时的富豪一把抓住 富豪能原谅泽子图谋他的财产 但无法原谅泽子杀害了他唯一的 面对不愿承认的泽子 富豪也用出了强硬手段 但泽子之始至终没有供出泽海半径 此时的富豪已经彻底被泽子击拟 就当富豪要犯下大错的时候 泽海及时出现将富豪推倒 而后拉起泽子的手逃了出去 两人面对富豪天罗地网般的搜寻 只能选择逃进了深山老林 一路上磕磕绊绊 但却享受到了格外的宁静 时隔四年 两人终于能平静地躺在草地看星星 享受着没有阴谋和算计的时光 泽海依旧滔滔不绝地 给泽子讲述星星的名字 这场景跟四年前一模一样 在夜色的笼罩下 泽海终于退去了自己的伪装 也毫不掩饰对泽子深藏已久的爱 两人终于在结局之前打上了扑克 隔天早晨 泽海出去搜寻食物 而泽子回想起两人这一路的逃亡 泽海带着自己这个累赘 终究会被富豪抓住 所以决定独自回去承受一切 而这时泽海跑了回来 告诉了泽子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原来昨天夜里 被所有人抛弃和背叛的富豪生无可恋 独自写下一书后 划着小船来到湖中央 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泽子听后说什么也要回别墅看看 面对泽海的阻拦 泽子说他毕竟跟我当了四年的夫妻 而此时的别墅内 众人正在为富豪自杀感到意外 看到泽子跟泽海结伴回来 阿玲和川岛不自觉地将矛头对准了两人 面对阿玲的讥讽 泽子说我已经跟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 回来也只是为了给富豪送行 今后咱们也不会再见面 原来富豪自杀之前 没有提交和泽子的离婚申请 现在富豪去世 泽子自然也就成了富豪遗产的继承人之一 而另一位就是富豪的孙女 看到小女孩走了过来 泽子刚要俯身去抱她 小女孩却被阿玲一把抱走 阿玲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小女孩是泽海的养母 而自己今后也会跟泽海一起抚养这个孩子 因为阿玲已经提交了跟泽海的结婚申请 泽子被这个消息所震惊 而这也正是阿玲想要看到的结果 泽海质问阿玲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此时的阿玲已经彻底被爱情扭曲了心灵 到了晚上 警察也跟泽子通报了调查结果 富豪确实是自杀 但是由于爆炸威力巨大 只找到了富豪的一根手指 经过指纹比对 已经确定了富豪的身份 就这样 泽子终于得到了百亿遗产 但此刻他却开心不起来 不知是为富豪的死去而伤心 还是为阿玲和泽海结婚的事情所难过 此时的他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 隔天 泽子收到泽海的留言 明天下午在别墅见面 而另一边的泽海也收到了同样的留言 晚上泽子来到密室 看着熟悉的场景心中怅然若失 但就在这时 泽子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本挂在墙上的话明明是有衣服的 可现在画中的女人却没有了衣服 就在泽子觉得不寒而栗的时候 密室的灯突然熄灭 泽子见情况不对马上就要逃跑 可密室的门却怎么也推不开 泽子还以为是泽海在搞鬼 可下一秒 为了引诱妻子上钩 不惜自导自演了一场自杀的戏码 为了让泽子更加确信自己已死 竟狠心将自己的手指切断 以便让警方验证 知道真相的泽子拼命地逃跑 可跑到门口又被富豪躲 富豪一棍子将气打晕 等泽子再次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此时泽海也按照约定赶过来 在泽子目光的引导下 泽海也看到了身后的富豪 但泽海很快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富豪设下的缺帮 富豪痛斥泽海的狼心狗肺 我将你从小养到大 而你不顾养育之恩 反而时刻惦记我的胎产 可泽海听到富豪的话 反而更加生气 什么狗屁养育之恩 他的回忆里 只有庸人母亲永远干不完的 和富豪对待自己的残忍暴念 从小到大 无论竟无犯了什么错 挨打的永远都是泽海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泽海就发誓 一定要夺走富豪的一切 泽海的话也彻底激怒了富豪 富豪随即掏出猎枪 对着泽海就扣动了扳机 看着泽海痛苦地倒在地上 泽子奋不顾身地 挡在了泽海的身前 然后将一切事情 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骗你钱财的是我 杀害静无的也是我 泽子为了保护泽海 只能撒谎自己 从没爱过泽海 富豪听后将猎枪交给泽子 让他对着泽海扣动扳机 这样的话 我就相信你不爱他 可这时泽海突然失去了意识 泽子再也伪装不下去 看着泽子担忧的模样 富豪彻底陷入了绝望 泽子无言面对富豪 拿起猎枪想要一了百了 富豪在最后时刻 还是难掩他对泽子深深的爱意 他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看到泽子血散当场 时间是抚平心中伤害的有效办法 两年后 阿灵也早就接受了泽海不爱他的现实 并且他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与此同时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而泽子在富豪死后 可能是出于对富豪的愧疚 不仅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权 而且还消失得无影无踪 泽海作为富豪孙女的养父 自然就继承了富豪的所有财产 可两年前富豪的那一枪 让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走路只能依靠拐杖 但即便如此 他也从没放弃过寻找泽子 林夫人则是留在了别墅 跟泽海一起寻找着泽子的踪迹 看着整日郁郁寡欢的泽海 林夫人则是不断地给他加油打气 很快就到了富豪的寄人 泽海来到富豪墓前 却发现富豪的墓碑前摆放着一束白玫瑰 泽海心中的直觉告诉他泽子肯定刚刚来 而刚刚下山的泽子被一阵风吹掉了头上的帽子 这让泽子不自觉地想起跟泽海的第一次见面 自己也是同样弄丢了帽子 最后是泽海帮忙捡到的 这次竟然也不例外 寻找帽子的泽子跟泽海不泣而喻 这一次泽海选择了不顾一切地奔向他 泽海